這個部分來討論一下 好,我們的主持人約要說什麼話嗎? 這時候當然都要說什麼 寶寶心裡哭,但寶寶不說之類的 好,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前來 那我不多說,然後我們把事情交給他們 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謝謝,一定沒有很難得啦 就大家隨時都可以在FD上我之類的 大家可以聊這些東西 那我之前有來過一次嘛,對不對? 然後我講的是關於盟點跟臨時政府 然後後來盟點跟臨時政府陸續還有幾個朋友過來分享過臨時政府 然後我記得小朋友來講過就是相關的東西 那有聽過任何舉例比一項關一場的可以舉手嗎? 完全沒有 好,兩位三位 OK 好,那這樣子我第一部分沒有把它省掉 本來想說如果大家都聽過我可以省掉30分鐘的時間 OK,那所以我想今天的時間結構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會先分享一下就是 然後因為政府是什麼 然後這兩人多來 在舉例比上面大概我做的哪些事情 完全是從我個人的事實上去看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有一個朋友叫做 Pauline McGill 他是寫Police這套系統的 在西亞圖的一個公民老師 他本來是教公民的 教小學生 然後後來是教中學生 然後莫名其妙自己就學會寫什麼事 然後就做了Police這套系統出來這樣 那因為我們V台灣後來都是在用他寫這套系統 那他五月十四十五 要來台灣做一場演講 在舉例比一大會上面 所以他今天下午才把他的簡報傳給我 所以希望我幫他做Beta Testing這樣子 那所以接下來半小時 我們各位都是第一次看到這份簡報 然後接下來我就會接著Colin的簡報來做管理分享 就是說那他將開發出一套 讓大家能夠發揮個人感受的系統 那實際上他在台灣是怎麼運用的 所以同樣就是歡迎隨時在線上提溫 然後也歡迎隨時舉手或者不舉手 就開始講話都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比較就是開放的一個空間這樣子 那大家可能可以發現這個現在才7點3分 但這邊是7點10分開始的簡報 所以我想就是先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待會也就是請大家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比較知道我 我正在跟誰說的話 我叫唐鳳 然後一般是叫做公民公民黑客 開源就是我拋棄掉絕大部分我的著作權 然後公民就是 不是我叫公民 就是對這個社會是有關心的 然後願意去介入這個社會 那黑客就是比較用有創造性的方式去做事情 去用新的方式解決新的問題 不一定是合法或者不合法的 然後我今年剛晚35歲 然後我18歲開始寫成詩 那時候是18、19年 然後我在學寫成詩的時候 我爸剛好第一次去北京 就碰到天安門 那後來我們家的整個發展 都因為這件事情就稍微改變了一下 因為他就突然對民運感到非常有興趣 就跟對流亡的這個民運分子一起去到德國 那時候很多人去了歐洲 那他去德國就碰到柏林圍牆的那件事情 然後後來他就 然後博士論文就是在做民主運動者 中間的人際網路 那後來我搬去德國 我跟他今天博士 所以我小時候都是在跟那些 就是流亡的民運分子一起長大 那整天就是在跟中國民主化之類的 就很奇怪的問題 然後後來我就回台灣 那回台灣之後我就沒有去上學 因為就發現說 有一個很棒的東西叫WiWeb 那它上面其實隨便什麼論文都有 然後研究者也可以接觸到 然後十年之後的課本裡寫的東西 可以現在就看到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再去上學 然後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做WiWeb上 那在WiWeb這邊當然做了很多專案 那可能只有很宅的人才會全部都認得 但是就是中間有幾個 算是比較大的 像我幾百科 它是就是多少會影響到一些後來的事情這樣 那所以就是算是我自己的背景吧 就是說我工作了二十年之後就退休了 我是2013年退休的 那退休到現在也快三年了 那退休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在G&B所謂的民主政府 那每次像我要演講的話說 這不是我創立的也不是我創本的 我是G&B開始之後兩個月再加入 那在G&B做了很多專案 那今天大概會分享一點點 就是夢點跟離台灣這兩個 那G&B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都是志願者組成的嘛 就是這邊叫公部門嘛 就是拿拿出一個錢 這個也算了 然後這個叫私部門嘛 就是拿各務錢嘛 那但是就是第三部門就是每個人自願去挑坑 所以大家會介紹一下G&B的種種 那後來這個又因為G&B的關係去加入課法會 所以是在十二年國教課方制定的過程 在就是灌滑那些事情發生之後的隔天 去加入課法會 那所以就是確保說國教院 從那一天開始之後 每講每個字的我都打在Archive的TW這個網站上 就是完全公開通明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是我最近就是做的事情 好那接下來大概五分鐘 我想就是請大家稍微講一下 就是希望就是怎麼被稱呼 或者是叫什麼 然後來這邊大概比較想聽是嗎 可以傳一下麥克福嗎 其實在記憶片通常開始的時候 大家會講一些說 不要講大家好 然後所以大家都會講大家好 這樣子 對 好 反正 我是命到此堂後是 有句G&B 然後基本上是社會補格的 然後就 今天會想要 比較想要聽到一些像是 一些V台灣的一些 背後的一些想法 或是之類的 大家好 我是 我叫QQ 那 我來這邊想知道 32歲要怎麼退休 剛剛是QQ還是QQ的 OK 好 對 對 大家好 我叫市委 那 就是 今天來是比較想聽到一些 開院還有一些 案例的一些分享 還有實際的一些 一些 類似實作或是相關的一些 或什麼之類的 對 接下來 我叫文平 那 是Program 那今天來就想聽到說 關於 V台灣 做這個 跟政府 跟民間這方面的 互動跟協助的流程 大家好 我是俊俊 我今天來主要是來看唐光本人 然後兩句就像臨時 這樣子 我是 我是Cole 然後 只是 因為之前比較沒有接觸這部分的東西 那大概想了解就是 我們LATA相關的現況 發展 這個事情 對 好 大家好 我是文漢 那我以前也對這方面 沒有了解 所以也是這次 蠻好的機會來學習 所以講什麼 我都蠻很開心 對 好 謝謝 我叫 我叫路斯 那我 我覺得我對政治也蠻有興趣 對開放資料也蠻有興趣 我覺得我主要 想知道是開放資料 怎樣改變公司的 對自生態 對自生態 哈囉 我是Danny 原本就是社員 那很高興今天又再次看到唐光 因為 其實本來歡迎唐光來這邊講 你好 我是George 那個 我覺得 公民參與 對 你的社會進步很重要 所以 這個議題很高興趣 謝謝 謝謝 我覺得社員都是佛心來自 我是阿天 然後其實之前有出貨 GD病之前的Hack song這樣 然後跳了幾個坑 然後 我是這邊打雜的 然後 我今天想比較感興趣的是 就是比如說做V台灣 然後跟政府部門合作 會遇到什麼主力 然後 對 就是 應該怎麼解決 因為大家知道 會跟政府 就是 政府 礙於一些法規 常常會有一些 對 問題 然後應該要怎麼解決 謝謝 你好 然後我是YH 那我想 了解一下說 這個TOPIC 會影響 我想要去 或其實社會上 在想什麼事情 然後對我也會有什麼 影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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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朋友 那 結果這次 入客想來聽故事而已 這樣 大家好 我是Hen 然後我也是來 那個聽了 就是同工來講說 他有了一些案例 對 對 我是小莫 因為之前有聽過一些 理事政府的東西 那 今天就是來朝鎮的 你好 我是Michael 就是 今天出來聽您大聲的聲音 然後 認識一下就是新竹的開發者 你好 我是薇婷 今天就是 其實這也沒什麼認識 所以今天就是來看一下說 V台灣 現在的現狀是怎麼樣 然後做一些了解 謝謝 謝謝 這樣 我是戴力士 好 我是艾欣 阿滴在講 你好 我是Anson 我 其實比較好奇的是說 因為V台灣應該算是比較 公民神秘的一個 一個 事件 那我很好奇說 在台灣他的這個 政府對於公民神秘這件事情 的接受態度 他整個也沒有一個計畫 就融入了一種前進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秘密 我今天來是 要近距離 近距離感 談共的 坐前面 可以坐前面 那個主持人有空 選是這一類的 可以 可以 沒有請繼續做介紹 大家好 我是蔡文 然後我也是來看一下 目前V台灣有哪些案例可以 可以來分享 對 謝謝 我叫Ben 我也是對這個議題非常興趣 然後大家一起來聽聽看 大家好 我是Ben 我是來朝聖的 大家好 我是Chris 今天只能看到他有一個想法 今天聊起 還是在同事 這樣子 是 大家好,我是Yu君 我是來朝聖的 這個董哥不說三個角色 加油 大家好,我是Joe 有 那我 基本上後來的原因是 因為我想要看一下 就是想要聽一下 就是 就是V台灣 他的案例分享 對於這個世界上 有 就是 改變的那個 想法 還有他的那個 就是 就是 還有他的那個 背後有些 應該會有一些背景 就是 讓這個想法 做出來 這樣子 比較想要知道原因 對 大家好,我是岳傳 然後 其實今天後來 就是上禮拜 那個馬能 然後聽到這個活動 然後 其實我不是 也算是來朝聖的 因為聽到是 Hasco的核心的貢獻者 然後 然後 咒於公開這部分 我就不會好奇說 如果你把資料 全部都 透明公開 那一些 都透明公開 會不會是一個 兩面的 就是你做一些事情 都不方便 之類的 好 也是順便來看看 聯發課長怎麼樣 大家好 我是仁好 今天來是 希望可以了解一些案例 就是有關於 寫後 他要準備 他要可以 幫助社會 或者是對社會 可以 做一些事情 就是透過programming的部分 大家好,我是盛凱 那 我今天那一組 我是一組會 那我今天那一組 主要是想知道 就是 公民參與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可以對政府 造成什麼樣的 影響 那 怎麼說 吳志偉喬 我其實沒有看題目 我看到是唐峰 我就要看下去 好 大家好 我是少布 我跟前面一位一樣 是 看過 市場公司就會參獎 然後 不過另外一方面 我也想知道 那個 政府原地重建的過程 我想要聊一下 謝謝 謝謝 你好 我叫修改 我是同事 我叫修改 我叫修改 我叫你 我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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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带有同學說想要看不要多影片給粉絲 對,其實已經有一個上傳過程式 嗯,放在那邊 不好意思,因為這個是算是筆記稿 我全部結束之後會再上傳一次 但是如果現在就想要下載的話 那個網址在...等我一下 因為沒有時間所忘記,不好意思 audryt.org,就是我的網站 然後斜線mtk-421.pdf 因為剛才網路連線有一點問題 所以突然之間就... 我其實是已經有傳給Windows了 在他的Message上面 所以如果你們有別的Channel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Channel來發送 好,那我會快速中整理一下 就是說朝聖的那些部分,非常感謝各位 但是今天的主題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聽起來就是... 其實open data就會是... 因為從318到現在已經兩年了嘛 等於是幾乎像是一個口號一樣的 不管在任何層級的政府都會說 就是開放透明open data這些 所以就是說它具體對體制到底造成什麼影響 或者方便不方便 那個是待會兒我在試試的這一段裡面會盡可能多說一些 然後關於就是說目前實作的案例的現狀跟未來 我覺得我就是如實呈現去從我之前看到的狀況 然後未來可能就...就大家需要...大家一起來...一起來做 因為VT1它完全是一個...就是公部門 政務官司、司部門、私部門、子測會 然後GDB這邊一大堆朋友 就是所有人這個全部架在一起跳的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坑 那所以...其實在新政府上來之後 中央層級他們也表示過非常多私信區 那...所以在GDB年會就會看到說 我們5月14號第一天就會去張三成 這個來做一個總結 然後第二天就會去新政府的人來說沒有怎麼接 等於是好像有種旧政府、新政府、再去新政府交接那種感覺 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蠻有意思就是說 呃...剛好也是因為Simon 就是張三成是...其實蔡玉琳也是...就是五黨籍嘛 那林全啊、陳建仁啊...其實這些人也都是五黨籍 就是他們並不是說把一個黨交給另外一個黨 而是說...就是一個班子、一個團隊 所以...把他們手上的東西放出來給全民看 然後下一個團隊也是五黨籍的拿去之後看他們要怎麼運用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Open Data 這個 Policy 讓Simon 就是讓陳建仁可以說這個... 他不是交接給民進黨 他是交接給全世界 然後我們盡量支持其中一個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態度很好 那...但是如果是毛治國或其他國民黨籍的信任長可能講得出這種話來 所以...我覺得台灣處於一個...就是歷史上蠻有趣的一個位置 那...所以就不多待對大家的時間 我就先大概...就是幫...就是第一次聽到林區政府的朋友稍微講一下林區政府事務所做什麼的就知道 好...然後...就開始吧 GNB 是...到現在其實已經蠻有一段歷史了 是在2012年底成立的 那...當時的口號就是所謂的柴山府原地重建 那...這個的意思...具體來講 就是...當年有一個叫做經濟動能推延方案的廣告 然後那個廣告裡面...告訴大家說經濟動能推延方案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所以...就拍一大堆人一頭無水的那種感覺 那...但是呢...這就讓很多人很憤怒 所以...行政院在YouTube上面這次廣告就被舉報成詐騙 然後就下架了 應該是第一個被下架的YouTube帳號的...政府的帳號 然後...那...就是...但是...那個...當然他們寫一封信給YouTube YouTube就回來了 那...但是高家良他們四個人 高家良、吳太輝、OBO、PCA 呃...四個人當時在一個雅惑黑客松就覺得說很不爽 為什麼有一個政府可以配方告訴人民說 這個...經濟太複雜 人民一定搞不懂 這個不是回到戒嚴時代嗎? 那...所以他們就想說 其實人民搞不懂可能不是人民的問題 而是政府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寫了一個pursor 就是一個剖析期把政府的預算書的PDF拿出來 然後...外党拿出來 然後自己畫了一個泡泡圖跟那個...就是...方塊圖 讓每個人都可以一眼的看懂 就是...政府是幹嘛的 然後預算是畫在哪裡 你還可以要求增加刪除 跟...或者是減少 那...然後為了避免說幾億元 可能它沒有什麼概念 它會換算成幾個iPhone 或者是幾個SEEK 或者幾個冰島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那所以... 因為當時冰島剛好破強 所以這是就是GTV的第一個網站 GTV的第一個網站 GTV.TW 那... 那... 當時... 我是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都是17年的朋友 其實我朋友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最酷的就是這個網譽 我覺得這個網譽非常的好用 那...因為它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常常有很多新創的網站 別人記不得你的網譽的名字 那...但是呢... 在這邊你就完全不需要 像這個專案之後 他們下一個專案是立法院 我們知道立法院 國會的網站是 就是ly.gov.tw 對不對 立元嘛 那...所以你只要在67裡面 打ly.gov.tw enter 你就會到立法院的網站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Google一下的事情 那你只要在67裡面 把歐換成0 就進行一個0的轉移 那個就進入 臨時政府的立法院 所以... 就是... 因子的立法院這樣 那...所以... 就是... 只要有一個中央或者地方的部會 就可以有一個中央或者地方的臨時政府 我們只要把歐換成0就好了 所以... 這個我覺得是立法院裡面 最... 最具創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就不用再記這些新的東西了 反正就是你找到什麼部會 它的... 相應的部會就在這邊 那... 所以算資料一樣 但是立法院就是盡可能用 讓人能夠理解的 然後... 開放緣碼的方式 等於算是示範給政府看說 這個網站可以怎麼做 那...然後如果政府覺得OK的話 反正我們... 拋棄我們的著作權嘛 那政府就直接拿去用這樣子 所以像他們第一個這個案子 然後... 後來就變成... 台北市拿去用 台北市的預算書都用這個格式開放 上次小朋友可能有講這個嘛 然後... 現在高雄市 然後台中 好像就是很多... 很多地方都... 已經直接採用這套城市嘛 那在拋棄米剛開始的時候 我外有訪問一個... 我很喜歡的作家... 張阿淳 張阿淳非常喜歡評論政治 他也非常喜歡玩臉書 然後呢... 但是他在臉書上面 只要透關於政治的就是... 萬人按讚 所以我還就訪問他 說你覺得會有影響 那這個實際上是在... 有空中就事件之前 所以... 那實際上當時就是說... 萬人按讚只會有別人到場 他只會讓大家以為自己參與 那他覺得關鍵在於... 就是要有一個... 讓大家又來又可以參與的... 真正的行動的時間 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講... 具體力就是... 我們一直在試... 怎麼樣能夠讓大家又來又能夠... 參與一個真正的行動的時間 那舉例來講... 可能... 還有人記得這個... 這個東西... 它是叫做政治獻金的... 開放政治獻金的這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 它當時在上線的時候... 好像2014年吧... 呃... 上線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會玩... 因為... 這很有趣... 就是說... 呃... 你看然後打099... 然後... 0924... 然後按送出就好了... 其實... 每個人都會玩... 所以... 張樂遜的重點是說... 每個人在臉書上都只願意花5秒鐘... 最多一分鐘的時間... 因為你按個讚就覺得很開心... 按個分享... 按個評論... 最多只需要花1分鐘... 那... 但是事實上... 你要去參與行動... 你是要超過這個時間... 你花手機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個時間... 所以... 這個專案組做的事情... 就是說... 你把... 政治獻金辨識之後... 其實你只要花了相關... 這個應該有5秒鐘吧... 就可以... 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你同樣是5秒鐘... 你可以去... 去PO一張... 貓咪圖片... 或者是... 你可以在這邊幫忙... 這個... 辨識一個文字... 那很多人是願意選後面這個的... 這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監察院當時... 只用紙本字... 而不開放出來... 變成書位... 只能要... 事實上一類走進監察院... 然後他們之後... 讓A4印出那樣子... 一張紙來... 那所以...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只有監察院可以做監察... 那我們除了... 按計算機... 確定監察院加起來... 數字沒錯之外... 希望什麼事都不能做... 那... 很有意思就是說... 這個其實... 把監察院的這個辦法... 這個辦法是在... 很久已經定的... 把它做成書位的話... 這個在地法院已經... 提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每次排案都排到最後一案... 因為大家如果... 認真想一下說... 你如果把所有的... 立委的... 那個... 競選的政治現金... 都書位的話... 公開的話... 全台灣唯一... 會被... 這個... 有不利益的... 就是立委本人... 那... 出自出來就沒有了... 那所以就是說... 他被這個... 排在立委... 每次都排到最後一案... 然後不行... 就是剛好而已... 所以這個辦法就是... 沒有辦法修... 那... 所以當時就有一個... 國報集的... 一個白幕叫做... 風光源... 那... 後來沒有去選立委... 那... 那個白幕就... 寫了一篇很... 很酸的文章... 那大概意思就是... 我們要用北風跟太陽的方法... 就是說如果他們願意... 開放當然很好... 那如果不願意的話... 我們就公平不服從... 就... 自己走進檢察院... 自己硬硬... 自己掃... 自己怎麼樣這樣... 那如果大家認識... 如果你是風光源的話... 可以理解到說... 他還會提主義... 可是他提主義的時候... 通常不假設自己的主義... 會成功... 所以通常都是用... 比較酸的方式... 在寫... 那但是... G01的特色就是說... 有人提主義... 就會有人認真喔... 所以就是... 就會有人真的把它做出來... 所以像這個就是... 真的是做出來了... 所以就真的有人走進去... 真的有人印了30億... 這個多萬筆... 多萬筆... 甚至先進出來... 這還第一筆而已... 後來有很多筆... 所以就在這個鄉民的... 這個... 幫忙之下... 大概9700人吧... 就第一天就... 每一格都三個人看過... 然後我們就有一份... 書尾化... 正式先進資料了... 那這裡的重點就是... 把它變成遊戲嘛... 因為只要玩過... 可能... Candy Crush... 的人都會知道說... 你只要... 有一個進度條... 然後有一個數字在跑... 然後旁邊顯示出的... 都可能在跟你一起玩... 這個大家熬夜都可以把... 這個... 再沒有意義的事情都會... 然後熬夜把它做完... 然後... 何況是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 基本上就是... 營造出一個大家一起玩... 然後你看... 只要再... 再撐一下下就破壞了... 的那種感覺... 然後... 國文室非常的有用... 那所以就成功了... 那所以...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說... 聚靈域它身上是三組... 不太一樣的人... 一組是我們叫自媒體... 那就是... 最早的粉光源... 或張大春... 或藍王明義... 這些人... 那他們每一個人寫部落格... 可能都很多人看... 可是他們呢... 其實... 都不太覺得說... 自己寫的東西是會懂的... 所以... 其實都是... 就是評論人員一戰... 那... 聚靈域就是提供一個場合... 然後讓... 好比像說... 馮光源成的主義... 能夠讓... 實際能夠出人的人... 看到...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 是核四五六... 也就是... 一堆... 關於核四跟能源的... 關係的團體... 其實跟這件事情... 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啊... 那但是他們反正有人... 然後覺得說... 這件事情值得做... 然後... 所以就志工就跑去做了... 那但是... 攝影團體的一個特點是... 他們其實不是很... 所以... 他們一開始也會有各種疑慮... 說... 這個這樣子的話... 難道不會被這個... 就是某些... 跟他們可能... 不太看得上演的一些... 社團... 可能一些... 不少可能留言... 之類的吧... 就是說這個... 會不會這個... 被來亂啊... 或者是說這個... 會吵起來啊... 或者怎麼樣... 會故意塞這樣子的... 之類的... 那所以我們這些... 做自由軟體的人... 就要... 這個告訴他們說... 其實不會因為... 你只要用某些機制... 加在一起... 其實... 你就可以insure... 他的那個... 品質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這些做自由軟體的人... 主要的問題是說... 我們其實... 不是很關心社會啦... 其實本來... 都是自己一些城市... 一些開心的...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這三組人... 然後每一組... 交另外兩組人... 自己比較擅長的東西... 然後湊在一起... 就變成... 蠻大的一股勢力這樣子... 呃... 這些數字都... 其實... 反正就是... 在臉書上... 觸及力還算蠻高的... 那... 呃... 在全球最活躍的... 社群裡面... 就是以色列跟台灣... 那台灣又是... 以色列的十倍大... 所以... 這些其實都是有... 有量化研究的... 我就... 不多說了... 那... 距離民意... 它在... 進行的方式... 就是我們每兩個月... 有一個大型的黑客松... 大概一百人... 最多到... 可能五百人... 那... 呃... 那... 呃... 就是中型或大型的松... 那... 我們所有的經費... 都花在食物上面... 也就是說... 呃... 你只要來... 我們的松就保證... 有很好吃的東西可以吃... 這樣子... 那... 可能是... 就是一些米粉啊... 或者熱炒啊... 之類的... 那大型的松就... 非常... 五花高... 蠻多種多樣... 每次來都比上一次更好吃... 那... 然後... 所以距離民意... 本身... 其實是沒有固定經費... 每次募捐的錢... 居然... 下一次它會吃掉... 對... 這樣子一種... 就是一堆吃貨組成人... 那... 那... 所以... 大概像有哪些專案... 你已經不記得了... 你寫過什麼程式... 可能自己都不記得了... 但是... 如果食物很好吃... 或很不好吃... 你不要說一個月... 一年之後都會記得... 所以...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就是創造出一個... 就是大家來吃好吃的東西... 然後... 那... 所以當... 就是來... 吃東西的時候呢... 就是會看到一堆貼紙... 那... 好比上說... 如果剛剛我聽到有朋友是說... 他可能是寫Web的嘛... 那所以他就是可能有前端的... 這些能力... 然後或者是說... 關心媒體... 那可能就有媒體... 或者是說關心這個... 法律或關心社員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 這邊是一小部分啦... 貼紙還有很多... 然後... 紅寶石當然是寶貝嘛... 對... 然後呢... 總之呢... 就是說... 在這邊就會有很多貼紙... 然後... 那... 這個貼紙... 你撕下來之後... 可以貼在自己的肩膀上... 然後... 告訴大家說... 你擅長時間在意什麼... 那第一次來的人... 會拿這個棉花爐... 然後來過很多次的人... 會有一個台灣英雄... 那這個到底想要做什麼呢... 那... 就是說... 在每天早上的時候... 就會有大概... 二十組吧... 十幾二十組... 會每一組... 花三分鐘的時間... 然後上台... 像我現在這樣... 配個投影片... 然後說... 我今天要做什麼... 比如說... 我今天要做開放政治現金... 或者說... 我今天要加一個... 我會直播的網站叫做... 國會無雙... 然後請了一個這樣... 沃草的社會企業... 那或者是說... 這個... 我要做... 或者是說... 我要做... 一向都真的發生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會有一些坑主... 然後就跑來這邊... 然後說... 我腦裡有一些香草... 我想要把它... 這個... 變成現實... 但是呢... 我只有一個夢想... 那我的能力不足... 所以我需要什麼呢... 我需要一個工程師... 兩個前端... 一個畫畫的... 一個... 一個懂PR的... 一個懂媒體的... 什麼之類的... 就是... 開那個... 組隊打怪的... 那個... 需求票... 然後... 那這樣開完之後呢... 就... 就開始玩大風水啊... 就是說... 反正在搶一百多人嘛... 那每個人都有鐵鐵紙... 所以你就會... 看到說... 那個坑已經... 就是... 優台又補了... 那你就去旁邊另外一個坑... 這樣子... 就是... 每個人可以比較均勻的... 分散到... 需要資源的... 那... 當然... 到最後就會有一對... 然後... 就是... 在那邊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 就會有一多黑熊過來... 然後... 循循善友... 真的說... 欸... 平常關心什麼啦... 這個... 在是什麼啦... 你的能力是什麼啦... 然後... 等到這個... 你聊到最後... 你已經發現你在坑裡了... 這樣子... 那所以... 就是... 因為你就已經被...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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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一些... 新的... 有趣的專案出現... 那為什麼我們叫做坑... 不叫做專案... 是因為... 呃... 其實很多人... 像... 剛剛提到的... 就是... 呃... 他們挖了坑之後... 其實就跑了... 他們其實是不會顧專案的... 所以... 你要把它叫做專案發起... 專案經理... 專案領隊... 什麼都... 都很怪... 他其實只是挖一個坑... 然後... 他跑掉了... 那... 所以...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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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坑... 這個... 在當天... 一天下來... 一定都會有進度... 那... 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就會上來發表個五分鐘... 說好... 我們今天把各單位... 這個... 做到什麼程度... 那接下來我們約... 接下來每... 兩個禮拜... 然後... 禮拜四... 或禮拜五... 在哪裡... 這個... 去... 去... online... 或者 offline... 去見面這樣... 所以基本上... 這邊有點像... incubator... 就是說... 當你證明說... 一個idea... 它是work... 的時候... 上去台灣是每個禮拜五... 這樣... 那... 所以... 這個時候... 你... 掉進坑里... 就會... 參加更多的時候... 可是... 像你參加這些... 不管是... 法律... 設計... 你送... 夢裡也送什麼的... 你就會認識更多人... 然後你認識更多人... 就會發現說... 原來你在意的... 別人也在意... 然後他們就會把你... 推到很多坑裡面... 所以... 其實是一個... 就是... 是一個... 就是... 它是沒有停完那一天的... 然後就會一直... 這樣不斷地循環下去... 那... 所以... GNB... 它既不是組織... 也不是團體... 也不是政黨... 它就是... 一堆人... 然後... 那... 叫做坑的... 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說... 它就是... 你看什麼不順眼嘛... 你覺得社會上... 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值得你去填... 那... 我很喜歡一句歌詞... 是說...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 光的入口... 就是說... 如果不是有這麼多坑的話... 其實也不會有這個藉口... 讓大家彼此認識... 讓他... 做出很多... 就是... 大家感興趣的事情來... 所以... 在這邊馬上有朋友說... 他要組隊... 他想打怪... 真的太好了... 我們就是需要這種... 熱血的精神... 所以... Anyway... 所以... 總之呢... 在這個狀態裡面呢... 就是... 每個人... 他其實就是... 不怕丟臉... 就叫... Worth is better... 就是... 一個繼續... 好... 好... 那... 我們在做... 資訊科學... 有一句話叫... Worth is better... Worth is better... 意思就是說... 你一開始... 再爛的東西... 好比像說... Java script... 你只要... 不怕丟臉... 好比像說... 把它丟出來... 然後讓全世界去... 自由的使用跟改作... 你到最後... 你就會變成... 全世界都要用的東西... 所以... 最爛的語言... 到現在就變成... 全世界都要用的語言... 而且... 也不那麼爛的... 我必須說... 那... 我的意思是說... 一開始... 他的語言... 這個是... 很重要的... 所以... 舉例來講... 舉例一開始... 創辦的... 其中兩位... 我就不點名了... 非常的會寫詳實... 非常的不會畫Logo... 那... 所以... 他們就用這個... 用A2... 很大一張... 就是... 那... 我想... 在場... 所有人都可以做出... 這個漂亮Logo... 你要做出... 做得比這個醜... 蠻困難的... 你要... 它非常多會有心思... 這個是... 很像以前... 或者... 小玩家... 什麼之類的... 就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那... 但是呢... 他們貼出這樣子... 一個Logo... 在那邊呢... 就會... 人物設計師... 所以就會... 一張圖人物設計師... 就有一個設計師... 就坐在那邊... 看這個... 就渾身不對勁... 他很想把它死掉... 那... 所以... 怎麼辦呢... 所以... 他一整天... 有很多別的事情想做... 他都沒有辦法做... 所以... 在第三個... 所以... 這位設計師... 我... 無形網友... 就是... 等於是... 幫GNV設計師... 第一個... 比較能看的Logo... 就是... 你言為語... 然後... 還投票這樣子... 但這個Logo... 實際上... 特別相信... 在螢幕小的時候... 這個會看成Q... 所以我還... 因此... 還要去注冊... 去QV連TW... 然後... 所以... 就是... 有很多可以改進的... 沒有關係... 他也不怕丟臉... 他都丟出來了... 所以... 後來呢... 又有一個... 有點像... 所以... 你就可以去看... 中間的那個方格...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它就變得比較好... 以VI來講... 這個算是還不錯的... 但是... 也是拋棄掉著作權... 所以大家可以... 隨便改... 那我這邊要講就是說... 可是如果不是... 一開始有兩個傢伙... 不怕丟臉... 把這種超丑的東西... 拋出來... 那就不會忍入設計師... 你不忍入設計師... 你沒有比較好的東西... 你沒有比較好的東西... 就延緩不下去... 所以就是... 不怕丟臉... 是最重要的... 那... 其實大家在網站上面... 可能會... 網路問號上面... 有這個經驗嘛... 就是說... 常常你問一個問題... 沒有人來回答... 可是你如果問一個問題... 然後... 一個帳號... PO一個錯誤的答案... 那大家都跳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講錯的... 然後就會有很多專家... 這個... 非常... 就是免費的來... 來幫你做技術資源... 所以就是說... 這種釣魚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個技巧... 就是說... 你就是要用魚... 拋出... 這個不完美的東西... 好... 那所以整個GDP...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那剛才講到的... 一開始的那個網站... 後來也變成... 發覺點台北嘛... 後來實際上... 很多現實都使用了... 那... 因為是... 公部門主動採用... 所以他們除了... 就是讓你能夠... 我一下子就看到... 教育局... 台北市有... 年度預算是... 527.21... 以及... 203萬支... iPhone 5... iPhone 5... 應該更新一下... Anyway... 總之就是說... 單位換算等等... 之外... 你還可以往下看... 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每一項的細節... 它編列這個是做什麼... 然後... 比起上一年... 是加了還是減了... 然後你還可以... 別標記相關內容... 然後用Facebook... 去留言說... 你這邊說... 你要蓋某一棟... 國小的操場... 就是它旁邊... 可是它沒有蓋案... 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之類的... 這樣... 那... 台北市在引進這個的時候... 上次城隆可能有講... 就是說... 大家留言本來以為... 就是大家聊一聊就算了... 可是大家都... 就是... 驚呆了... 就是... 一個月之後... 每一則留言都被回應了... 就是... 他們就... 每一個局處的同仁... 都上來看每一則留言... 然後... 就全部都回應了... 然後...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 怎麼講呢... 就是... 網路易會那樣子的一個東西... 可以直接就預算... 跟... 舉出的同仁... 討論... 那... 當然... 這個也不只是在台灣使用... 好比像說... 剛剛那個... 切成小塊小塊的... 後來也有在尼泊爾... 就是... 正在的時候使用... 就是把... 它的... 衛星的圖片... 切成小塊小塊... 然後... 去標說哪些是路... 哪些是房子... 然後... 在二、四小時之後... 拿到了新的衛星圖子... 再去標那裡是路... 哪裡有房子... 那這樣子... 在第三個二、四小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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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那... 就是... 突然之間... 那些地方... 房子有倒... 那些地方... 難民突然之間... 有自己的新的... 就是... temp... 出來等等... 這些東西... 突然之間就... 就是... 在open street map... 的朋友們... 合作之下... 就把它畫出來了... 所以就在上面... 至少在第三天... 到第六天... 做得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這裡面大概十分之一... 是台灣的... 的朋友畫多... 所以就是說... 這一切的行動... 其實... 都是... 好... 那... 事實上的東西... 就是... 萌典... 萌典... 是一個很有趣的... 字典網站... 它也是我加入... 就是... 去英秘座的第一個網站... 那... 當時... MOE 的意思就是... 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它就是... 剛好... 就是日文的萌而已... 萌典... 就是... 做了很多... 字典的編傳... 然後... 包含... 教育部... 後來的兩部字典... 別的地方的字典... 不然全部加起來... 台灣只要有人... 講了... 字典就會修進來... 所以到現在... 已經變成一個很大的... 多語言的字典... 那一開始... 挖坑的人叫葉平... 也是很久的朋友... 然後... 他... 以前的Costcapist... 總召... 他搬到美國... 發現... 教育部的字典... 全部砍下來... 然後... 把它編成在手機上... 可以用... 所以...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就把教育部... 所有的... 都砍下來... 那... 那都是畢果肤嘛... 所以... 其實砍下來很多圖片... 所以... 我們第一次用這種... 分成一小格... 一小格的方式... 然後呢... 不到外出十幾個小時... 就有大概... 一兩百人加入... 我們當時覺得很多人... 好... 那... 總之就有一兩百人加入... 然後... 幫忙把... 好... 我一個字典... 這些字... 然後... 那... 那... 就說... 給每一個單詞... 一個網址這件事情... 就是... 這是我認識... 配方資料的... 的開始... 就是說... 本來在... 教育部的網站上面... 其實... 每一個詞條... 它都是沒有自己的網址的... 你如果把它... 扶植或書籤起來... 然後貼給你朋友... 朋友再打開... 是打不開的... 所以是... 完全沒有bookmark... 那當然... 就是1996年... 設計的網站... 沒有不好... 要求太多... 但是... 無論如何... 那... 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非常容易discover之外... 剛剛也有朋友問到說... 那開放資料... 它具體怎麼做呢... 那就是... 你... 手動... 滑鼠移到材料上... 它就會... 去讀... 斜線材料... 所以... 這件事就是... 非常簡單... 但是... 這個概念叫做... linked data... 就是說... 當你把... 每一個... 單筆單筆的東西... 都有網址之後... 突然之間... 這些單筆單筆... 中間的關聯... 就會浮現... 那你浮現這些關聯... 可以做很多... 本來它是... 全部打包成一包... Zip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那... 下一件事情... 就是會有人分享... 那... 我記得是... 第一次蒙點送的時候... 當時呢... 我們就是... 想說... moledic.t... 那... 那它應該出現... 就是... 開放的定義... 跟開放的這兩個字... 這樣子... 但是呢... 如果它是... 開放資料工作坊... 我們有幾個選擇嘛... 我們可以說... 4014... 因為... 字典裡面沒有這個詞... 但我們也可以做... 自動斷詞... 我們分享一下... 就已經做了自動斷詞了...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給出... 開放的定義... 然後... 資料的定義... 然後... 工作坊的定義... 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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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很不錯... 那... 這個東西呢... 後來就... 出乎我們想像的... 就... 變成像病毒式感染一樣... 我記得... 我做這個的時候... 明天... 一個月才只有... 大概... 十萬人次... 左右的瀏覽量... 那... 但是這個一做出來... 馬上就三百萬人次... 然後... 現在已經七百萬... 快一千萬人次了... 每個月... 那... 所以... 那... 為什麼... 就是有這麼多人呢... 因為... 他們... 都發現說... 這可以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發文不符圖... 此風不可長的... 那個... 小編找圖的問題... 因為你在Facebook上面... 你偷偷心有圖跟沒有圖... 它應該很理差五倍... 對不對... 全國率差大概五倍... 可是你如果找一個... 就圖文不符... 我不是說那個... 做得很厲害... 那個圖文不符... 如果你圖文不符的話呢... 那... 事實上... 大家對你印象會變差... 所以你就只好去找比較專業的圖... 可是如果找比較專業的圖... 你們有注意著作權... 就會別說刀圖... 所以事實上... 就是... 粉絲頁編輯... 這個找圖... 是... 一件很頭痛的事情... 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你可以買夢點... 然後舉牌小人用了... 所以你只要在夢點裡面... 打隨便什麼... 今天天氣正好... 然後你還可以選字題... 然後你就可以... 挑到這個... 適合你的那個Message... 你這樣粉絲頁的小片... 就再也不用... 你只會去找圖額... 因為它... 直接用字去產生圖額... 就可以舉牌了... 這是一個... 巨大自爆的概念... 所以舉例來講... 像在Join這個平台上面... 它是一個... 公共連署的一個案子... 你只要有五千人連署... 某一個案子... 它就會變成是... 不誤會... 必須要去... 把它當作好像立委提案... 這樣子的去... 去認真的看待... 那... 這個上線之後... 一直都沒有人連署成功... 那但是... 莫名其妙就有一個人連署成功了... 就是讓... 胎症面移細胞療法要修法法案... 送入離法院疫情加速... 胎症性療症性進速度... 那... 事實上... 他在這個月... 也就是4月初... 這個就已經頒布了... 就是... 他真的變成政策... 就是第一個... 網民大家連署... 然後變成... 真正的衛福島政策的一個案子... 那... 在這裡面... 缚定也幫他一點小謊... 因為當時... 就是提案人... 在... 挑他的... 分享圖的時候... 他就是有懵點... 然後他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雖然提案裡面沒有提到 救人移民深造奇蹟浮屠 但他很聰明的把OG Image 設成了救人移民深造奇蹟浮屠.png 那所以大家在臉書上一看到的時候 就會說原來就可以救人移民 趕快分享出去,認同請分享 所以一向子就5000個人的臉書了 然後就承安了,然後就變成了這個政策 所以就是說在最基本的概念上面 就是你給每個東西一個往期 它就是讓分享的可能性變多 那當然我們每個月有七百萬人詞的時候 就可以邀請他們來做事 好比像說,像現在你如果取名點的話 右上角會有一個幫忙交對 那就是請大家幫忙 key 阿美英語的一本詞典 那即使你只有千分之一的人願意 七百萬人詞也甚至多 那所以好比像說我們之前在 就是請大家幫忙交對 教育部字典的一個措字的時候 那我們就有一個叫做捉木鳥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你有兩個詞條 一個叫標倫,一個叫鳴笛 但是在裡面呢 他們贏了同一首加武戰爭的時候的詞 那但是城市可以比對出這兩個差一個詞 一個叫脫閒真其訣 一個叫脫臉真其訣 我們看的時候就過去了 但是城市可以知道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問網友說 那你覺得哪一個對?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不太確定的話 你可能不確定 或你可以Google一下 看說是只有教育部字典在這樣用 還是其實別的地方也這樣用? 所以我們一下子就搜集了很多個意見 而且因為底下還有討論穿 所以就會變成有點像是留言版 所以後面說五個人都說是脫閒對 沒有人說是脫臉對 然後還有人留言說脫臉是棋局了 可惜洋人拍過這部電影 於無心理 就是face off 便便 但是這個就很好玩嘛 就是說不止每一個詞都有一個網址 每一個作詞都有一個網址 所以這樣子PO的人就會去PTT中文版 好像是中文版吧 還是語言教育版 就不會說這個實在是太好玩了 來起來玩這樣子 然後所以夢裡洗呢 就有很多很多人 就送很多很多錯字回去 那當然現在教育部都已經消暢了 所以就是說 開放資料的另外一面 就是說如果資料有問題有錯誤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群眾參與的方式去加一些症 那以前呢 我們都是很習慣所謂的合作的東西 就比方說什麼委員會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個委員 大家都要彼此同意 然後彼此認識 你一個新委員進來的時候 就要介紹他給新的委員認識 然後到大概20個人吧 就會開始沒有辦法每個人都講得到話 然後就開始出現科層啊 官僚啊 黑箱啊 有的沒有這些東西 但並不是因為有誰話 而是說人類的硬體就這樣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改了一些方法 像這個是在香港佔領中環的時候 有人畫的一個很有趣的圖 它就是說 以前我們都是用servation的邏輯 在做社運 但是呢在佔領運動裡面 我們第一次使用git的邏輯來做社運 那什麼是git的邏輯呢 就是說旺角、九龍 所有這些地方 每個佔領區各管各的 沒有一個大會 你不需要經過誰同意 你不需要經過黃石峰或誰同意 因為他們根本都已經被抓到了 其實也沒有辦法同意 所以就是大家各google 那但是我們有直播嘛 有阻止告嘛 所以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別人在做什麼 那 我記得有一個地方 他就發起了這個 做一個觀光像 因為觀光黑白兩道都敗 所以黑白兩道都不敢靠近 那個佔領區這樣子 但是這個概念就會散播出去 在別的佔領區 然後我記得就有人加出聖馬利亞像 那聖馬利亞像後來就發現說 警察雖然怕黑道不是真的很怕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在網站上面叫AB testing 那所以AB testing的結果就是觀光比較有用 那所以就是按照AB testing的結果 到最後就是更多佔領區就加起的觀光來 這樣 所以就是說它實際上就是有一點像是 就是我們在做開放原本 或是自由軟體的Git的一個邏輯 就是你不需要事先統一什麼 但是你只要覺得想好主義 那慢慢它擴散出去 別人都會覺得它想好主義這樣子 那如果你就是很想要自己玩 有沒有注意到什麼 橫羽人龍泉 我其實不知道什麼是橫羽人龍泉 那就是如果大家要去練 練詠春泉或橫羽人龍泉這種 用武鬥真派的話 他們還是可以自己去做自己 沒有人會去攔他們 只是說最多人覺得是OK的概念會留下來 那講這麼多就不要講到V台灣 V台灣它是這樣子一個東西 就是它是想要用我們剛剛說的 佔領的或者是蒙典的 或者是所有這些群眾參與的方式 但是我們來討論網路相關的政策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在318之後 事實上大家都必須記得 有人辦過經貿國師會議 然後沒有做出什麼真正的結論 那個會議有一個網路論壇 好像只有九個人上去留言 沒有做出什麼結論 然後那經貿國師會議的最大的創舉 我想是就是蔡玉玲當時跟王前宏第一次合作 把用一個投影機把這個網路直播的聊天室 PO在牆上 然後讓每個人上去發言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即時這個網路上的人的留言 可是那也沒有人回應 所以也沒有什麼作用 那所以其實並不是很成功 但至少就是願意第一次去嘗試 那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讓了這麼多次供應諮詢 其實幾乎沒有一次成功 那這個是有三度強的 這是論文沒有的 那很簡單地講 就是首先第一個 好比我們要制定一個 關於新創公司的法案 大部分寫這個法案的人 其實都沒有開過公司 那然後大部分自在忙 新創公司根本沒有空去注意 說有這個法案 所以這是最大的問題 是一開始的問題 就是一開始沒有人真的知道說 政府要做這件事情 那等到太晚了 就太晚了這樣 那這樣是你知道的 然後你就是設立一個FBE 然後說大家到粉絲頁上面 發表關於這個的意見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有人就開始罵人 然後大家都會針對那個罵人 就去回 然後可能本來只有20% 在罵人越回就會越兇 就會有人開始貼表情包 然後貼了表情包 你就不要討論了 那個這個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那假設你想辦法 想盡辦法 就是讓大家都非常的文明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每一次政策 它其實都有一個 就是上面的法案 然後旁邊也有很多法令 所以差不多一個創業 它實際上就會影響到稅收 就會影響到經濟 就會影響到國內法治 還有公司法 這些東西 那實際上你要看10萬字才能夠看到 很少有人 實際上沒有人 能夠一下子看完那麼多字再來發言 所以會諮詢爆炸 但是本來的方法就是不做網紅資訊 難道就OK了嗎 實際上是也不OK的 我記得當時就是129 當時所謂書道市政總統府的那一次選舉之後 那個丁氏政府就有四個朋友 被找去跟勞動部開會 因為他們在要討論關於一句勞動的 就是在家工作的這件事情 然後呢 他們就說他們覺得非常的困擾 因為每次他們只要做法令修訂 他們就是辦公廷會 那公廷會就是邀請公會的理事長來 那他只要每個公會理事長搞定他底下的人 那個法令就可以過了 他們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那可是呢 他們在討論這個的時候就是說 請問為什麼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 這個中華民國在家工作者的公會 那因為沒有什麼東西 在家寫城市的跟在家做設計 跟在家做音樂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樣態 誰敢說我是理事長 我代表做了在家工作的人 本來就是後面有一件事情 好那但是他們腦筋也轉得很快 這個不要小看事物 就是他就說 那我這樣子想 就是台灣設在開曼群島 或是去Kickstarter 上面或Flying Me 上面募資這些新創公司 據說他們都是最後用電傳勞動者的 那我們就去找這個 所有台灣設在開曼群島 或者在Kickstarter上面的公司 的公會理事長來好的 然後我們就說哈哈一整大小 因為也沒有這個公會理事長 對不對 下一餐飯說得出來都是問題了 我們沒有心情去玩公會 那個公會是已經成行幾十年的 搭產業才有的東西 所以他們既找不到 遠居勞動的公會 也找不到協商公司的公會 那結果就是他們的公職會就開不成了 那如果他們勉強地去開了公廷會 勉強地邀了他們熟的兩三個人去 那一定就會被罵翻嘛 就是說那就是死相受受什麼的 至少他們當時連這個都沒有想到 他們不是一個人都不認識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這裏怎麼辦呢 真的就沒有辦法了 後來呢 郭家昂就出了一個主意 就是說你主管這個是政委吧 那政委就是所謂的沒有部會的部長 所謂化部門部長 那像蔡允林她做法規調適 但是她又不是保護部長 保護部長是另外一個人 然後那她又不是這個經濟部長 然後但是她這些都可以管 那但是在這種狀態下 她想要問就是所謂的不特定的利益相關者的意見 她比較有資格或比較有立場 那所以郭家昂就說那不如你也來挖個坑嗎 所以她也真的來了 所以就是在12月20號的決定 列黑客送禮11次裡面 她就跟所有人一樣 這個拿標的拿貼紙 然後跟所有人一樣上去 講了三分鐘她的想法 然後她還拍在領主椅後面 這樣不然這樣很好笑 然後她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問所有目前把公司設在開判群島的新創公司 為什麼你們會把公司設在開判群島 那為什麼不回來台灣 然後呢 我們還想知道說 那些想要成立新開判公司的人 為什麼想要在開判群島的設公司 而不是在台灣設公司 就這樣子 那這是所謂的不特定的利益相關者 讓我們真的很想要聯繫到他們的硬件 所以當天就是非常多人跳坑 記得時機的吧 然後我們就在一個白板上面畫了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系統 然後就把它做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是2月1號上線的 所以這些迷就這樣 通常是下一次還有歌唱之前就會上線 所以大概一個多月的開發時間 然後開發完之後呢 就上線了 上線之後我們就是 請所有的相關人等來討論 那版主啊 所有這些東西的數據領域 就是我們自己自願跳坑的人自己來當 然後呢 在他們討論完之後呢 我們就收容了這個意見 然後大概知道說 大家原因都是因為 比如說在台灣當時你沒有辦法一股有很多的投票權 你沒有辦法有特別股 你沒有辦法第二輪增資之後 你還保留這個創辦者的這個利益 然後你還不能遠距開股東會議 反正之類的 反正很多人PO了非常多食物上的一些問題了 然後我們就是說 那公司上要有這些 那可是我們不是缺乏利益對不對 所以怎麼修起我們不知道 那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場線上諮詢會議 那也是有主資稿 然後也是live的這種情況 然後就請公司他的學者 以及各部會的朋友 那就是說好 我們現在有這些spec 那你們問一下 就是要定義 就是說這個東西如果要解的話要怎麼解 這樣子 好 那他們定義完的問題之後呢 工作小組 這個如果有參加過IETF的話 這個就是用IETF的概念 就是說 當初在mainlist上面 有提出有建設性意見的人 自動就變成了工作組 所以就是這些即將開形狀公司 或者已經開了形狀公司 在開滿圈道的這些人 自己變成工作組 那我們聚會做什麼呢 那我們就寫一份RFC 那RFC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們只是把我們想像中 如果公司法要改的話 那它一定要有什麼 它比方說一定要有一股多群 一定不能有什麼 一定不能夠有群眾募集相關限制 它應該有什麼 應該不要有什麼 可以有什麼 可以不要有什麼 用RFC的那個語言把它寫清楚 所以如果有看過RFC的話 應該知道說 就是說那個就是我們寫Spec 我們像是PM 就是說我們說公司法如果要上路的話 它要滿足這些條件 但是我們不是學法律的 我們不是寫code 所以這個寫code的人 這個要幫我們把它翻證法律文字 但是你不管怎麼寫 你讓出來就是要講這樣子的 所以這是我們這基本的一個概念 那後來經濟部也很買單 所以他們跟法規會討論了很久 然後就把它翻譯成 就是所謂的公司法修正案 那這是第一部 就是修正案它整個Potet法路上 你可以看到這一條它的立法理由 會寫說是當初工作小組的 哪一個建議變成的 然後這邊你又可以回到這個主子高去 看到說是哪一個初步討論裡面 誰提出的 所以就等於是說 完全是就是立意相關者的要求 翻譯成方案的這個Visual Control 我們有做到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送到立法院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敢當 當時因為在場休閒 所以事實上當時 他們什麼法案都不太過得了 6月17號就修會了 那個時候 那所以 但是當時送過去的時候 兩黨都 就是黨團協商的時候 都是說 就是我們前面已經討論6個月 那立法院通常黨的法案 就是說尚未取得社會共識 那這個明顯取得社會共識 而且就是兩大黨的人都有參加 所以你現在不能回過頭來 除非說他們發現什麼 我們當初沒有發現的事 就是有什麼新的事實 那不然的話 並沒有不過得到 因為公司已經形成了 那所以他們就 瞬間就散途通過 所以 那就可以用了 我們就可以去開VSO新公司了 實際上也有人開 那跟他同時過的 還有一個叫做有限合國法 那那個就是 比較沒有徵許利益相關者 還有導演們的意見 所以其實那個過的時候 到現在還沒有人 申請有限合國法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這種狀態出來的東西 他真的比較好用 至少有反映到IFC的那種精神 那我們在做這種IFC的 工作組聚會的時候 我們很注意的照顧到 他如果實際能來 就來這邊 我們討論了20分鐘 事實是什麼 感受是什麼 建議是什麼 之後 我們就會再回來20分鐘 那線上有另外一個主持人家 正在收集旁邊的線上的意見 所以就是說 不管你在這邊 還是你在遠端 你會有相同的時間 來發表你的看法 然後一條一條這樣子的去討論 那同樣的在就是新政院 借我們場地做的直播會議上面 每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包含他的這個直播的時候 被拍到的照片 都會被放到一個 到SAIT的platform上面 那所以就是每一句話 他都有一個自己的網址 這個也是跟紅點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他就是咳嗽公平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在臉書上說 你講的這句話有問題 或你講這句話講得很好 這樣子 那所以算是一個建立在 新手系統裡面的一個主子 搞了一個傳統 好 那事實性的東西就差不多了 我們的設計的原則 基本上就是為了要解決 剛剛那個資訊爆炸 所以每個部會提上來的時候 都一定要有一個 五分鐘之內的 就讓人看得懂的簡報 那因為法律名詞都是 非常的複雜 所以每個 只要一般人看不懂的 都一定要每個字 用140字以內去定義 那有些東西 像比如說新創公司 它其實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 那至少人可以說 我們就這次討論 它的定義就是這個 我們有中立的版主 建設性 但是一句話是人身攻擊 那這個時候版主是非常難做人的 因為這個時候你如果把它刪掉 它就會說你言論管制 可能如果不刪 後來的人都是回那一句話 不會去看它另外一句話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 Discourse 戰鬥系統裡面 我們就創了一個做法 就是說 那我就編輯它 然後把那一句話拿掉 然後馬上發一通戰內心 說因為你進來的時候 已經答應過 就是我們有Code of Conduct 那不就是行為準則嗎 那所以說你這句話 我們已經拿掉 因為它是人身攻擊 另外一句話 我們非常感謝你 然後我們幫你tag 那個 它不像說經濟部 那他們七天之內 一定會來回應你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雖然我們鼓勵大家分享 其實有感受 但是 每個人進來看的時候 其實都看到很文明的討論 那當然因為有版本控制系統 所以如果你時間太多 你其實可以去按那個版本 然後去把它往前倦 然後去看到很多人身攻擊 那但是 就是說 就是這裡的一個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我 一個興趣 叫做擁抱小白 對 就是作為Troll Hugging 那 這是我個人的興趣 那 那大實的意思就是說 小白就是來亂的嘛 然後現在好像叫廚 還有人叫中二 什麼之類的 每個社群的用法都不一樣 好 那總是有些人 它是造成別人的困擾 為他的快樂 這樣子 那 我後面有一個很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 其實這些 好 有一個朋友 可能問說 為什麼這邊是140個字 我馬上就會回答 在這邊 就是說 不管是除小白 中二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他們是在網路上想要獲得 他的現實生活裡 無法獲得主義 那可是網路上 又不能真的滿足他的那個 注意力的需求 所以說他就每一天都還是會上來鬧 不管他 每一天都已經發了多少的注意力 那 所以 因為小白就是要注意力 所以 我就會變成說 他PO十句話 裡面可能九句話都是來亂的 但是有一句話是比較認真 或其那句也是來亂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解釋成比較認真 然後呢 你就 忽略掉那九句 然後專門認真用心的去回那一句 這樣子 那就讓他看到 也讓旁邊的人都看到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東西 才能夠獲得注意力 然後沒有建設性的東西 你是絕對不會獲得注意力 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幾個三個之後 這個大家就會學會說 原來真的只有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才會有人理我 不然的話 就是沒有人理我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不管再白的小白 通常在這樣子三四次之後 他們都會學到說 好 那我就變成社群 沒有建設性的一份子 或他會覺得這邊不好玩 他會學完別的地方 那當然也有可能 但是總之就是說 Be Taiwan 是靠這樣子的方式來解決掉 這個問題 好 140個字 當時只是因為 就是 Twitter有字數限制 然後我們跟 Twitter的字數限制 我記得是從簡訊的字數限制來的 就是 SMS 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他一次看 他的那個 short term memory 裡面的 working buffer 差不多就是這麼長 你超過這個之後 你就要花兩三次去理解 至於為什麼簡訊當時 或Twitter當時 是這樣子設置 其實已經不可靠了 但是我們跟各部會講法 就是說你看人家都這樣子 我們也這樣子吧 所以其實並沒有一個 非常 rigorous 的 study 也許50個字會更好的 所以大概就這樣 那最後就是說 我們會有做一個正點轉移 就是說每一次 只要有人在上面說 我覺得今天 我對這個法規很不爽什麼的 分享很多個人經驗 那我們的版主就會把它翻譯成 公部門真的可以 事務官可以了解的語言 譬如說它是 對於某一條 或者是對於某一個 事情細則的問題 那反過來也是一樣 有時候公部門會的一大堆 但是大家都看不懂 那版主所做的事情 就把它翻成這個地球人的語言 這樣 那所以在V台灣的討論區裡面 是以往後使用 重做原因 主要利益相關者 因為不然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 大家的事情 有一小撮會上網的人決定 這是不公平的 那但是如果是 好比像說群眾公司 本來就一定要在網路上坐啊 Uber 本來就一定要在手機上叫車啊 就是說 你這些量態本身 就是在網路上發聲的 那這樣你們就覺得說 在這上面討論是比較OK的 然後不預設在裡面的方案 至少討論30天 那這張因為太窄了 所以我想我不會花很多時間 大概想要講 就是說我們用的每一個元件都是 要嘛是開放元毛的 要嘛是被我們 push了很久 然後終於開放元毛的 然後 要嘛是目前還沒有開放元毛的 至少是免費的 然後還有就是 被我們push到後段開放元毛 那前段就是他來台北的時候 一定要壓著他把前段也開放元毛的 蛤 的這種元件這樣 但是重點就是說 你自己想要fork 你分辨台灣 理論上也是不需要花一毛錢 然後都是用free的元件來做 那參與的程度還不錯 就是我們那波motive score有85% 其實算是蠻高的 那也是差不多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好像100 然後99比1這樣子的狀 跟危機百科的參與差不多了 其實 在這樣的狀況 那剛剛有提到一個特點 就是說如果你只要研究有誤 然後你講的東西 跟某一個部會有關係 我們就會at那個部會 那麼幾乎每個部會 在VTIR上都有賬號 那他們加入free台灣的特色 就是說他們要承諾 任何人只要at到他們 7天之內他們一定要回 那這個對很多公務員 是這樣的困難的 因為他們通常是做 部長信項的那個人在做 那很多時候他們必須要取紙本 然後用手寫 然後簽合 然後再打字 然後再回來 所以其實有一個從 從數位到尺 然後再回來 就像一個流程 每一個流程大概逃三天 所以7天 所以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meet他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 像金管會 他們副作委 當時本來就自己會用這條系統 所以有時候一個小時就回了 那或者像NCC NCC畢竟是網路相關主管部會 所以也有5分鐘就回了 就是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在這上面聊天吧 這樣子的這種感覺 那但是如果某些部會 還是用資本作業的話 就是給他們一個合理的 7天的這個概念 那有時候他們會提到國際法治 然後有些人會說 日本怎麼做 法國怎麼做 什麼之類的 那資测會科法所就會 在7天之內把任何人提到的 法國或日本 或什麼別的做法 全部翻成中文 然後都回來 那也就是說 讓我們真正能夠去做 跨國法治的實質討論 那這個是只工作不到的 所以算是他們是用我們資测會的力量在做 這樣子 那算是資测會做的一件好事 然後呢 anyway 那另外就是說工作組 是由蔡英豪那時候自己組成的 然後我們會很意思 就是說 我們在線上其實提出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論點 那真正要做決定 或者真正要取得那個 每個人的觀點的時候 我們還要面對連續聚會 因為VR還沒有那麼普及 那所以 其實就這樣子 那所有事實性的東西都這樣 那剛好我今天演講結束之後就有點 我另外有參與的一個專案 其實就是幫他們取名字 跟家王戰 家王子 家王戰現在也不是我家的 叫做正文 那它是一個 等於也是用類似Police 然後在線上其實互動的這樣子 有點像米台灣的這樣的方式 可是是做一個正文節目 那所以 因為是正文節目 所以當時就取名叫正文 然後呢 所以八卦版那時候還有 就是問正文到底算不算正文的八卦 就是 所以在這個狀態底下就是有一個節目 那今晚的節目剛好就是蔡月琳 然後來討論網路社會政策如何形成 所以我們 因為每一個正文題目之前都會run 幾天的Police 那目前共識程度最高的是Tony Q 他說 我認為網路最可貴的 不再可以輕易讓多數人 你投票行為選擇 而是可以自由的容易的 找到不同的離開關係人 來提供多元的意見 所以這是 V台灣主要的一個想法吧 好 所以時間也還好 才會不會談六分鐘 在我們進入COLE的簡報之前 就是他台灣有講的 Police在台灣跨越洪鉤之公共談論 之前有沒有什麼朋友想就之前 Police在台灣的一些事實部分 討論以前的想法 感受觀點 都可以 我可以問一下嗎 那如果做一些比較不會用網路的人 那你有什麼想想 想要詳細去怎麼進行 然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是參與這件事嗎 這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說 問題是說 如果有些人就是不善用網路 他比方說他會用手機 會用手機 可是都是拿來追局 可能就是 不是很會參加投票 或參加一些表達 那怎麼把他們involve進來 是這個問題嗎 這個事實上是 接下來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 我們V台灣目前做的 都是用網路使用者 當作主要利益外形人 所以我們一直在迴避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一直沒有碰到過這個問題 但是呢 我們不斷地接到法務部的pressure 他們很想要討論通行婚姻 他們很想要討論通監處罪 他們很想要討論這些東西 那一直問我們說 V台灣可不可以拿來用 然後我們就要一直抵抗說 那你要先證明說 同性戀跟上網有正相關 我們才可以真正討論這件事情 要很常在正相關 那事實上是沒用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對 我還看到有人很認真在想這件事情 好啦 說不定有正相關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我沒有辦法證明說 所有的相關者都在網路上 所以就沒有辦法要出process 那 有一些像桃園和工程好了 這種案子 或者是南鐵同意 或者是職刑事務 那些開發的案子 那就還有額外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如果不是住在那附近 你連那個地方長什麼樣都不知道 那這樣子你即使會用網路 那你參加又有了幫助 對不對 等等 那所以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說你如果不慣用網路 怎麼樣把你帶到一個討論情境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那個討論情境離你太遠 網路怎麼把它帶到你面前 這樣子 那這都是非常好的問題 而且據說我正在寫一篇論文 講這個 但是簡單的講 就是說 我會希望說接下來虛擬事情 就是可以同時用來解決這兩個問題 就是說 好比說你沒有到過那個機場 或者是你對他們航空城 連張什麼樣都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帶一個卡布爾 或者帶一個DIR 或者帶一個VIVE 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不只是目前的航空城 而是 就是他們台灣市政府 造建築師化的 那個未來的航空城 然後也包含那些在街上抗議的人 找著那個建築師說畫的 你看這個比較好 風氣比較低 還是什麼之類的 的那個航空城 那大家可以坐在這些未來的 可能的虛擬的航空城裡面 實際進行討論 那樣的話 一方面當然就是解決 你不住旁邊 不知道他想什麼樣的問題 可是二方面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跟 你就可以跟你的長輩說 這個就是 就是要他們去 去看一個3D電影 對 就這樣講 就是說 可能拍一分鐘的預告片 然後就是 大家就看到 這個航空城的A 或者B 或者C 然後3D的很漂亮等等 那但是 如果你願意到一個電影院的話 那你就可以戴上那個眼睛 然後實際開始 參與式的 去看電影 那你中間只要點頭 或者搖頭 或者說 我覺得哪裡有問題就好了 那我想這些長輩的 接受的程度會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VR 可以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 但是我目前就是 還在籌備中 這樣子 還有沒有什麼別的想法 問題 意見 建議之類的 因為我iPad 覺得每天要重點 所以 就是再 再給我一個問題吧 請問通常 VD組織是怎麼跟GD 接觸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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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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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請問 好 有些 這問題是說NGO 通常是怎麼接觸G0V的 通常都是被推坑 就是 他們NGO裡面通常 就是會有一個王冠 或有些NGO不行 就是會有半個王冠 或五分之一個王冠之類的 然後呢 可能就是那個王冠 或那個小編 就是專門做Facebook 那個人會有聽過決定 然後他會跟NGO裡面的人說 我們這件事情剛好可以套用值錢的 好比像說 政治現金數位化 或什麼別的東西來做 那這樣子的話 就 就可以去挖坑 通常就是NGO要到第一次來 通常只是走馬看花 都會是美花路的狀態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就是只是認識 可能願意稍微交換一下FB 什麼之類的 通常要到第三次才敢自己提問題 就是第一次就挖坑 NGO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通常就是 我們叫Eculturation 就是 文化解除 洗腦 或什麼之類的 要三次黑客送 也就是大概六個月 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 那就是最常見的 然後 等一下 我們要記起來 對 那 接下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要說這個網頁 就是Summit 那 這個是由 等一下 看Mirror 對不對 就是我們5月45的那一個大會 就是15國的公民黑客 跑來台灣 見證這個 政權交替的魔法時刻 的這個大會 那我是把它全名叫拆貨重建 就已經拆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 這樣 那然後在議程裡面就有一個很有趣的叫做 謎之巨靈V開放跨界的這個 talk 那就是EPA跟ETBLUE這兩個朋友 他們講的 那這邊在講的就是說 我直接唸好了 就是說 對很多NGO來講 如果跟猶如變形蟲的開放非組織GEV協作 是一個謎 對習慣開放的開院社群人而言 跟傳統組織團結合作也需要轉換邏輯 本Talk有兩位設計者 參與者設計的Bluepart量表 由淺到深拉出各類型的合作光譜 檢視各種斜座的火化美角跟悲喜劇 所以事實上他們就是沒有專人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很快就有一個量表可以用了 那在此之前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是摸著適合過 我們也是 就是經過兩年的時間 才比較有一些pattern可以分享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進入COLEAN的那個部分 那那個部分 因為它是一個網站 這就是為什麼要切換到電腦 那如果大家想自己follow的話 它在gdb2016.sh 那我從來沒有講過這本簡報 事實上我一個半小時以前才看到這本簡報 所以我就會亂講 那大家就 就就就就 就錯了這點 好 我要被COLEAN附身這樣 很高興愛台灣 跟台灣的朋友這個分享 我們在西雅圖這三年來 這個做的POLIS 這樣子一份專案的這樣一個平台 那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基本上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知道一群人 他們到底感受如何 到底在想什麼 舉例來說 這是一個球場 那這個球場裡面呢 一次同時看的人可能上萬人 可能還非常多人 但是呢你隨便一個新聞網站 好比像說蘋果日報或什麼網站 他每一天的頭條新聞底下看的人 就已經越超過這個數字了 因為他會有counter 然後會在那邊調 那比較大的 好比像說這個 柯文哲又失業了 好超後會投給他 什麼之類的 所以等一下就會到10萬人左右的這個 這個level 那這種狀況就是 問題是說絕大部分人都是看 那在事實上在球場上面 能夠發表意見 能夠就是做事情的 是只有這些人而已 好 那剛剛有朋友counter音問到說 這個有沒有碰到過真的來亂的人 剛好這份錢包會出移 所以我待會兒會回答這個問題 那在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你要獲得每一個人實際的感受 或每一個人實際的想法 事實上是非常困難 是非常浪漫時間的 那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輪流傳麥克風 可是等到這個房間裡面 每個人都充分講完他的感受 可能兩天都已經過去了 這樣 所以就是說 本來就是充分講出感受 就是一個非常浪漫時間的事情 那所以很多人就會想說 那我們就發問卷嘛 對不對 那很多人都是用問卷嘛 就打電話 民調啊 或什麼 可是這些問題是說 它是被問卷的那個設計者所限制 所以說那個設計者 很多時候會有很多BIOS 那他的這些BIOS 就是馬上會反映到他的simple上 那所以最近兩年很流行嘛 就是所謂的這個大數據 社群媒體分析什麼東西的 那這個是本來看起來 好像是在這兩個中間 就是說你是passive的 把PTT 像所有的推文都收集進來 然後去泡一些 就是National Language 可能該名字這樣 那個這個問題很大 其中一個問題是說 你不知道他是來人真還是來亂 就是說你在PTT上裡面 他同樣是寫一則推啊 他可以是花了一小時查資料 然後非常非常 這個詳細的 然後寫了一行說 你只要去參考某一個網址 你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底下就會說 有神快敗什麼東西的 那但是呢 他可能也就是 就是收集滑一滑 然後隨便亂寫進去 你從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來 他花多少時間 以及他寫這個時候是 故意來來釣魚 來亂反串還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你軟體完全看不出來 那而且會有Footer Bubble 就是說當初這個你蒐集八卦版 那你就是受到八卦版的風向影響 那旁邊那個版主要去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你去正黑就受正黑的風向影響 好現在這兩個方向差不多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時候有時候風向是很明顯的 那所以像就單純在Twitter上面來看 就是一個hashtag 你就可以很明顯地分成幾塊 那可是如果你的follower 就是你一開始sample的人 可能是這幾塊裡面某一塊的人 你就會得到跟別的這個 研究者完全不同的結果來 所以其實social media analysis 是問題很大的 那所以你要真的知道 一群人怎麼想 其實很困難一件事情 那當然是所有組織都會碰到 不是只是政府碰到 只是說政府一次處理全民嘛 所以碰到的狀況就更嚴重 那在這裡呢 這個我想要分享這個 我當時在西雅圖創這個startup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在遙遠的島國台灣 這個竟然是第一個成功把police 用在正確的這個談論的一個話題 當時我還不認識這個 這個傢伙叫做高家良 然後他在臉書上面呢 開了一個police 這是台灣第一次使用police 然後這個police呢 我不知道還在不在 亂開的 亂開的 哦 還在 好 恭喜 好 那 JSDC是一堆寫JavaScript的人 開了一個開發者的會議 齊虎是一家公司 那齊虎360是一個很有趣的產品 然後那安全衛生什麼東西的 然後那當時就是 就是在JavaScript台灣這個團體裡面 關於JSDC 邀請了一個齊虎的人 來這個 大家都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那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呃 就洗版了 那大家如果在Facebook曾經經營過 這一類的團體的話 都可以發現說 你每次碰到這種狀況 就是會洗版 然後到最後也沒有辦法聚焦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情緒性的留言 與會者不是 無間別離的笨蛋 Google拖了很多東西 這到底跟起伏有什麼關係啊 完全認同某一方的觀點 什麼之類的之類的 好 那所以在洗版洗到 不可收拾的時候 就高漢堂就跳出來說 那我們不如換個地方吧 不要在Facebook上面討論 我們去這個新創公司police 其實我也沒有用過啦 但是試試看 然後就非常神奇 就是說 其實大家上去看起來的界面 跟Facebook也沒有兩樣 只是你把你的想法PO出來而已 可是呢 莫名其妙的就發現是說 你PO出來之後呢 別人就可以對你的意見投票 好比像說 技術投入跟獎者的公司 無關怎麼跟到無關看影響 好 JSCC不是一個品牌 倒過來問就是最討厭了 好 那好比像說 好吧 JSBC 可能真的不是一個品牌 我覺得主管單位有安排立成的自由 不然應該誰 誰有安排立成的自由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TonyQ跟宇藏是誰 好 其實不知道他們是誰 台灣社群 所以廣告通話就保了 海膽商機 別略過 最近一看到 你有點Q就得意見 所以這是 蠻舊以前的一個Police 就是台灣第一 好 所以 就是說 你看很好 就是說你PO的意見 可是你PO的意見 就會變成大家投票的主題 這樣 然後你就繼續比讚中 到底在說好好用中文不行 那隨著你贊成我反對 你的立場其實會開始 在這中間會開始移動 所以我接下來就是盲目亂投 反正都已經過去了 我就亂投 全部贊成 我怎麼都沒有贊成 好 那你就會發現說 隨著我每次投票 那我就會開始往某個地方 傾斜 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好 那 但是因為我都要按 所以我 這是Random Walking 我還是停在同一個位置 欸 好 我被歸類到右邊去了 好 那等到我這個找到我右邊 我發現右邊有115人 左邊有104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兩邊分辨是幹嘛的 115人在這邊 認為說 針對騎虎的行為 給予他們分享的機會 就是讓更多人有機會 接觸到惡意軟體 好 那右邊的人差不多 都是這樣想的 我們可以看到高達8成 這樣子想 那左邊的人幾乎沒有人這樣想 右來 對右邊可能有115多人 也是這樣子想 但是右邊的人 可能是覺得說 你邀請騎虎的人來 就是在介紹惡意軟體 給大家的用 那右邊的人還有什麼別的想法 右邊的人還認為說 JSDC 邀騎虎 就是增加騎虎的話語權 他邀騎虎可能會 更多人因此而生用騎虎的產品 導致隱私造成國政府結局 看起來多少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論理 那左邊的人的想法是 基礎討論跟江澤公司無關 邀請江澤做基礎分享 不代表任何企業文化 之類之類 好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仍然是各執一詞 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群人中間重疊不是很多 誒 有人真的太晚了 但是呢 其實這兩群人不是完全不重疊的 為什麼PATIO能夠做這種動態分群 然後動態投票 所有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說 即使你是真的來亂的人 這套系統呢 它我們把版主的工作自動化了 也就是說 我們以前真的來亂的人 你要花幾乎同等的心力去對付他 不管是在什麼平台上 因為他不是只是 一直發現發現完就沒事了 他就是要消耗你的時間 對不對 那這個系統的特色 就是說他沒有版主 他的版主完全是演唱法 所以說你不管來亂 再多人 再多詞 你沒有消耗到任何人的時間 所以小白就會覺得說 我沒有消耗到任何人的時間 來亂很無聊 然後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亂寫 就是寫一堆劑看法什麼東西的 那很多人都會馬上 溜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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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只要被溜過幾次 就沈下去了 就不會再被投票了 所以就是說 版主做的一些操作 他都是 就是完全是用演算法去做 那他後面有做一些 我們叫做Dimensional Reduction 就是有做一些演算法 那這些演算法大致的意思就是說 你隨著40個問題的yes or no 你可以想成一個40位的空間 那每個是裡面的一個點 那你可以做自動分群 那你做完分群之後 你可以把每一群的Primary Factor找出來 那最大的Primary Factor就會變X軸 然後次大那個就會變Y軸 就這樣 他就是把多維調到二維 所以隨著你引入新的 比較中間的意見 或者比較激烈的意見 他這個形狀會一直改變 我們剛剛看到已經改變很多次了 好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子的好處是說 雖然左右各指一辭 可是呢 他們有一些共同可以同意的事情 他不像說 我認為企業派江澤參與員討會 是一種幫企業打廣告的好方式 對啊 社會反對的 當然是一種好方式 我認為主管單位有安排疫情的自由 對啊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呢 先不論中國公司 我認為揭露他的公司姓名 可以作為一種背書 對講者是一個正面效果 所以我們應該鼓勵 講者揭露公司 即使它是仍然涵大的公司 對於技術分享者 不論國際身份身地位別 應該盡力表彰 他在技術分享前提 參與分享的權利與自由 我們可以看到 即使是右邊的 漁艙反對 但是除了漁艙之外 其實大部分人是贊成的 就是說即使是右邊這群人 也覺得說 好 到底要有建設的 大家討論出一個結果來 到底需要怎麼樣的演算法 那 他當然需要的不是 一個人在上面 然後就跟底下的人步道 然後底下的人都亂吵 這樣真的是沒有用的 就是說 這樣子是 在上面的人聽到就是一群雜音 所以其實網路 很多人都是強調它的 擴影的功能 就是好像廣播一樣 電視一樣 一個人寫一篇Facebook post 會被轉傳 然後這個幾十萬人看到等等 可是 大家很常忽略 就是網路 其他其實有助聽的功能 就是說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 收集幾十萬人的意見 聽到幾十萬人的想法 你只是需要一個 相應的顏色的方式去做 這樣子 那 所以說呢 當你收集到大家的 我們叫做執行的 就是Qualitative的 就是每個人到底怎麼想 每個人的經驗怎麼樣 接下來你就可以做定量 定量就是說 大家彼此看一下說 彼此的經驗 到底是不是重合 你提出這個想法 我是不是也同意 你是不是認同 那這個東西就是認同與否 或者說認同的程度 這個是可以量化的 所以先質化 然後再量化 那 對於每一個特定的問題 收集所有的想法 對於每一個特定的想法或感受 收集對這個想法或感受的支持的程度 或贊成的程度 那這個就是Police 最基本的一個演唱法 那這個如果用人來做的話 幾輩子都做不完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用機器來做 那這裡他 這裡我 隨便 Colin 贏了一段哈伯瑪斯 我就不翻譯哈伯瑪斯了 但是大概 他的意思就是說 亞利斯多德說得很好 這個一個民主政體 他之所以要浪費這麼多時間來做這種事情 他的目的並不是在於有效率的做出決策 而是確定說 每個人都能夠在充分理解情況的狀態下 做出自己的使命的判斷 那所以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他浪費很多時間 但他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做同樣有價值的事情 你不要浪費那麼多的時間這樣子 那在每一個群組裡面 你都可以做各種不同的分組 然後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那Police的設計的目標 就是把這些形狀都轉譯成 每個人一眼看過來 就可以理解的狀況 也就是說在後台事實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每個人 對於每一個觀點有一大堆異國零 那教法上說有四個人 然後他們想要買車 他是為了安全 或者是為了他的裝潢 或是為了他的速度 那他們可能某些議題上面南緣北側 可是買車安全很重要這件事情 他們身上是可以同意的 所以Police就是同時把南緣北側 最南緣北側的部分抓出來 也把最突免的部分抓出來 這是他在感受上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 一方面就是最上面那個人 他走下台階了 他本來那個位置 可能換成一個機器人之類的 然後底下的人也開始能夠自己做出分群 然後自己看到說自己在彼此 就是眼中長得是什麼樣子 那最後呢因為我來台灣 所以我就選了一項台灣在太陽化運動的時候的圖 那我當時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我一直在看距離的直播 所以就算是為人在西航圖 但是這個心是跟大家同在的 那我也很高興就跟大家分享說 接下來V台灣就用的Police 本來V台灣其實不用討論穿 那也是浪費大家很多的時間 那後來他們就把現金的科技導入了 那待會就是在分享他們導入的一個重點 好 大概就是這樣 那所以這是第二段 有位朋友承認說 這樣子的系統不是分化人群嗎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這兩群人本來就是分化 事實上他們在Facebook上面 你就已經可以看出他們是分化的 所以他並不是說本來有一群人他很有公視 然後你倒入這套系統 然後大家突然那邊被撤起來 而是說已經有一群人已經吵得不可開交 甚至要去燒彼此的車 我們大家會看到 那這個時候是拿這個系統 讓大家看到說彼此分別站在什麼樣子的位置 那當然如果你本來就已經有一個運作的 很良好的中央的National Subvention式的共識 你的共識已經非常強 你不需要引進Police Police是為了凝聚粗略的共識 你如果本來已經有很精細的共識 那你已經這個沒有好處 因為你本來大家都已經就是非常一條鞭 這樣子 好 那比他還很有趣 那個選舉的時候 我是會有政府的 就是某某某某議員 你的選舉公報 如果把他的證件成功變成 用這個平台去 去擁有機會 對啊 如果你把它切得夠洗的話 對不對 你就可以說 我選這個人 其實我不是選這個人 我是選他證件12568 但是其實他的證件 就是347 我是反對的等等 那所以 對 我覺得說 那這一套其實跟參與生預算 的想法很像 就是說我們就選事不選人 就是對事不對人 那好像參與生預算你是投說市政府的預算要用來蓋什麼東西 而不是說你交給遠雄蓋還是你交給誰蓋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覺得說 確實是有這樣子的幫助 是這樣 對 沒有別的想法 問題 感受 那要是沒有的話 就回到那邊 想調查一下 從古到今 因為這個案子是已經討論了六年了 知道政府有在想 想說應不應該開放賣酒 或者聽說過 或者有試著在網路上買過酒 或者有在網路上看到說 我們什麼都能賣 但是繼續不能賣酒 有碰過我們賣酒這件事情的人 可以聚受受嗎 欸 還有不少 欸 好棒 比我們可見 在座真的是 比較是me time的target而已 在一般跟那個事務官的訓練課程裡面 聚受的人是非常少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是說 這件事情哪需要討論 不是財政部講的就算了嗎 不是 因為這件事情吵了六年 然後 它是一堆已經非常非常豐華的人群 那 這些人群 對於網路賣酒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達成公式 他們連 這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事情 都沒有辦法達成公式 然後已經持續了六年的時間 那這因為是V Taiwan 就是最後一個用police的案子 就是最近的一個案子 所以我們就實際上拿它來 看一下說V Taiwan 到底是怎麼在用police 一九管理法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九支販賣會轉讓不得已 自動販賣機 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購買者或受讓者年齡等方式為止 好 那這一條在訂的時候 網路是沒有辦法辨認對方的年齡的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相當於有夠 你不能有夠買酒 所以你當然也不能讓我買酒 非常非常清楚 那 但是呢 近年來 網路及電子購物 日立發達 交易方式不斷推成初心 例如像說 有Fu Panda 當時沒有 對不對 那你用Fu Panda買的時候呢 可不可以配一瓶酒呢 當然是不行的 但是Fu Panda買人能確認你的身份呢 好像是可以的 那所以這個當初立法改善新的樣態 有沒有一些衝突呢 有衝突 那所以呢 網購業者 我沒有特別在講Fu Panda 以及酒店相關業者 就不斷建議說 事實上絕大部分國家都開放了 為什麼台灣還不開放呢 這樣 那事實上確實會開放的大部分東西 只有回家國家 那財政不盡參考國際做法 規劃在有配套管控機制 並能落實執行 情況下以事般的性質 開放網路犯角 千杯再千杯 我們只是失敗一下而已 這樣子 那即使是這樣子 他們這個態度已經六年了 基本上是一直被擋住 永遠都過不了 然後就會有很多兒少保護的團體 防酒駕協會 然後還有 他們還算是比較有理性溫和的 還有更不理性溫和的 會用無限多的方法 透過立委事業之類的 來把它擋住 所以雙方都很困擾 事實上多方都很困擾 那我們用Police的方式呢 是用名叫做ORID 就是事實感受想想分析 他比較說OMAC 這個是一個非常完美的example 就是說 他之所以認為不需要再往路開放 是因為他感覺到去便利商店 而已經很便利 而事實上 超商也在翻售酒品 也就是說一個良好的討論 應該是大家先確立說 客觀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們都同意 對啊 超商有在翻售酒品 大家都同意吧 有人反對的 沒有 那不可能 因為這是客觀的 你只要去超商就知道他在賣酒 那接下來呢 每個人的感受不同啊 有些人覺得相當便利 有些人可能不覺得相當便利 要看他家夫妻又沒有超商 這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們知道說 感受是很主觀的 那按照每個人的主觀感受 每個人就會開始提出自己的想法或建議 對不對 那這個建議 事實上 OMAC是做了一個非常良好的示範 因為絕大部分人在網路上留言的時候 都只留後面 對不對 他不會充分揭露前面的事實 跟他的個人感受 他只會說這個 不喜歡或者需要開放 好棒棒 還有玩笑之類的 那這 看看這個是聯華討論的一個範例 那我們透過Police 就是鼓勵大家 分享自己的感受 揭露出更多的事實 然後我們在呈現的時候 就是在實體面對面會議的時候 能用這個籽子 拿走出來 所以我們先看事實 事實是 我在主持這場討論之前 先一個晚上 真的就去一個網站訂了一瓶酒 但是那一瓶 那个网站,而且是台湾的网站 它说它是一个广告网站,不是贩卖网站 那广告网站它一定要标示酒喝不开车 饮酒过来有孩子健康,它都有标示 然后它标示的就是这个酒,它在市面的一般售价 它不是卖,它只是一个行路 然后接下来,平常网站会放购物车的地方 那边叫做巡驾 那你如果按了,那个不叫加到购物车 那个叫做加到巡驾单 它可能做一些自传单网之类的 然后呢,那接下来呢,送数询加载之后你要留电话体质 但它不告诉你,让你的电话体质干什么 所以有没有这个,违法呢? 它说没有嘛 那接下来呢,莫名其妙,会有半小时就会打电话给我 然后说,这个你是老公吗? 你是不是有这个关心某一个,这个某瓶酒 好像是挑一瓶最便宜的比利息瓶酒 你是不是有关心某一瓶酒的价格? 然后才七十块 那然后呢,那你如果关心这个价格的话 好,可不可以先跟我说一说这个 你的年龄啊,这个你有没有满十八岁啊 好了,听起来你有满十八岁了 我说,我还是听起来没有满十八岁 你有什么 然后他说,哦,我们会视讯哦 会要求你出事身的证明啊,什么之类的 直到确认你有十八岁为止,这样子 好,那我说,好,那你现在 convince我满十八岁了,你到底要我的地址做什么? 然后他才说,哦,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们会用黑猫债机片获到付款的方式 因为你只有七十块嘛,什么要加收运费 然后这个明天就会送到你的楼下的,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这个获到付款呢,事实上是管理员贷售 因为当时我在行政院主持这个会议 所以我事实上是自己不能收的 所以他还说这个管理员要有你的提货的单号 或身份的资料,他不用出示我证件 所以事实上,目前台湾是不是网络买得到酒? 当然买得到,我就买得到 那,但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不是违法呢? 我去问财政部的人,他们说 他们在第三步的时候,有违法 因为有这个引诱购买之意图 所以算作贩卖行为 那我就说,可是我如果不录音 那你们怎么办?我可以检举吗? 不,没有办法 那然后,那如果录音,然后那个人狡辩说 这个,我跟那个网站没有关系 那你们地方政府怎么查核 没有办法查核 那,所以按照这样子,有人举报吗? 有,有人举报过 查核成功有几件零件 对不对,事实上没有办法管 就是因为你每一个单独拆开一看都不违法 它是结合起来才能成立那个作为犯 所以,就是事实上,目前我们是这样定教的 那我们到了Police上面呢 Police上面就是分成两组人 那一组人比较少,一组人比较多 但是,第一组人基本上的想法就是说 你开放网络饭酒,那你就要管制 管制一定是地方政府做,地方政府一定不会认真做 所以,不管办法定的再好 我们就是不相信母工员 那但是,这群人里面其实也只有六四个朋友 同意这个想法 那第二群人里面就想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办法 来说这个其实是可以管制的 你看现在技术性很进步,有什么之类的 有人自然的评证都讲不出来的 那但是呢,我们先不要跳到建议,我们先来看感受 所以呢,所有人都同意的感受 你如果按那个共同意见的话 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感受 我记得好像是93吧 93,93,93,91 就是说,能够在网路上面迅速买到自己喜欢 就是很方便的事,就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酒驾跟网路卖酒是两件事 你其实不能轮我一趟 确实是啊 因为你如果想要酒驾的话 你不希望网路买酒 网路没酒还要等六小时到货 你会想要买酒,你买酒喝了吧 对,然后呢,所以他觉得说 没有许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另外这些都是超过90%的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知道 刚刚是八成二成 所以90%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他连另外那一组人也说服了 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 这样子 所以有人说你想要喝酒的话 你去便利商店买就好了 你到网路上来表示你对酒有所要求 你就是要那一瓶酒 你不是要便利商店属于哪一瓶酒 那所以说这是知识女人文的表现 在网路上面可以让买酒的人 就每一瓶酒都用一个网址了 你就可以比较跟分享来建立 这个台湾的酒文化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呢 他也是说网路进行交易 其实它是更容易track 那未成年这个你倒刷爸妈妈的卡 那个事实上是有点是家庭功能的问题 那我们不应该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 那网路本来你如果追到了 你就是比较容易去track 当时的那个买家 然后当我在present这个的时候 当场的有些就是房酒家协会 就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对好像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六年来都应该想过这件事情 好 那在现场当然有人根据这个感受提出的具体方案 靠边像说把线上支付验证 那第三方支付 那还提出说正卡和负卡 可以用倒数第二吗 还是什么来验证 那实际上大部分人是不买单的 大部分人觉得这样子不够的 就是说只是这样子不够的 那摘配道府 同意的人就不多一点 那实体店面 就是说你订单是订到某个超商 然后订到某个研究章卖店去那边取货 大家还是觉得比较保险 就是在收货端 那在现场支付验证这一组人里面的共识 是说虽然有人可以用这个 但是他一定要加上送货的时候要求出示证件 这样子才够 那摘配道府这边呢 为什么是摘配道府而不是到便利商店呢 他们的这个概念是说 因为他们想要买的那种葡萄酒 需要一种很特殊叫温宫粿的东西 他们觉得说全家便利商店 有时候没有那种很宏贵 或者是可能这个操作上面可能会出一些蔬食 那所以说他们不放心说这种到货时间不确定的情况下 让那瓶酒在便利商店放一天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不喝酒 但是可能对某些人很重要 那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柴配 然后有个专门的冷冻 然后之类的 然后这上面有贴上就是酒类的标签 然后他们可以在那个时间收到酒 那实体店面的人就是说 那重点是说 就是谁来买才是重点嘛 那所以说收获那个签收入 它能不能代表当初买的那个人才是需要管制的关卡 所以我们在公司工作坊里面 其实像这样子 大家就把这个问题想得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它是有一个事实 就是你现在本来就已经在晚上买得到酒 那大家有一些感受 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之类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觉得说 你如果是酗酒 或者是你就是酒饮 你要接酒饮 你不会去往往上买酒 所以完全两个行 对 那然后往外管控 大部分人是觉得说 你很需要食品 不管是在店面还是生活的时候 做一个身份确认 那所以到这一步 其实大家都是 就是共识就会开始重叠 然后呢 突然之间就 就退得过了 因为他们就会开始说 那成瘾的防治 或是包含成年人的酗酒 或者是这个东西 它在示范时间之前之后 然后调查哪些数据 然后卫富部 需要做什么事之类之类 但就开始提一些 建设性的意见 然后就不是说 只是说这个 就是网路界都是什么什么什么 莫名其妙的 喜欢喝酒的人 什么之类的 就是之前那种 互相跌标的这些状况 就没有出现了 因为你看完Police的意见之后 就不太可能讲出状况 那所以当时就是用白板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 去两个小时去收集 就是每一个部会的意见 卫富部是橘色 然后经济部是绿色 然后财政部是紫色 然后每个部会的代表 然后充分揭恶 他们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利益 跟不利益 然后以及就是酒家协会 黄独物发展协会 什么电子支付协会 中华民国物店面协会 什么之类的 的人来 然后也是充分揭 他们的利益跟不利益 然后把大家的利益跟不利益 全部加起来 那结果就是说 其实是可以往前退的 就是说如果管制办法长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所以就解决了 然后这个就送院回了 所以说Police的好处就是说 一开始的 那一段意见正直起 我们不需要浪费版主的意见 我们只要这个run夠久 然后回来收割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很漂亮的 事实是什么 感受是什么 建议是什么 所以我们怎么决定 都这样一个东西回来 那真的在中间我完全没有上去 这个参与或者干预 所以这个特别适合的 就是把矛盾结构透明的话 就是说本来这个问题一团混乱 然后我们现在找一个很specific 就是很精确的其中一小部分 然后我们说事实目前这样 大家对这个事实有什么想法 那这件事情就是传统公听会 最困难做到的 传统公听会都是说 已经有一个部会认领了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问题已经定义了 定义之后它只是要问政策方向 然后再问具体方案 然后去执行 然后再评估 可是呢 像这种跨部会的议题 刚才三个吧 Uber 安 跨了四个 还有五个 汇流 无法 跨了六个 就是几乎每个部会都碰到了 的这种议题 没有哪个部会敢出来说 我觉得问题就这些 OK 那所以这上真的都是跨部会的 那这种时候就非常适合Police 就是说你可以从各个角度 切入来看 那当然往外走是比台湾第三次用Police 前面是有Uber 跟Airbnb 之后的这两案 那我们在Uber 案的用法 我就不愧是不带过来 我们之则会讨论Uber 是因为我们问之前用过Discourse 讨论区的人说 我们今天想要试一套新系统 大家想要拿这个新系统 最新来讨论什么 然后我们就81%的人说 我们来讨论Uber 然后70%的人说 我们来讨论Airbnb 我记得第三个是Bitcoin 然后纷纷只要有英文字的都会拍在前面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处理 然后呢 Uber 的一个大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没有哪一个部会 觉得自己是主管部会 应该是说每个部会 都觉得自己主管某个部分 然后比方说交通部觉得是说 它是公路嘛 所以我就可以裁罚 因为它这个就是未经同意去哪课什么之类 然后用没有职业架头的人家 这个之类造成公路的危害之类的 好 那但是Uber 就又复发干嘛 他把他动作虚惊在覆 所以根本就没有再怕 然后那但是呢 Uber 就会说 可是事实上这是经济部该管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APP而已 那所以经济部 这个才是我们的主管部会 那但是呢 中央的角度就会觉得说 其实你不管是保险也好 还是纳税也好 其实都是财政部该管 可是财政部的事情 在媒体上完全看不到 然后因为媒体都是去 就是有爆点的才报 那所以财政部也觉得很无辜 就是说我们做这些分析报 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那所以就是说 每一个部会都没有办法完全主管 每一个部会都有一些关系 那这个时候 就不能用本来VTiwan的那个 部会体检报的模式 那就变成是用Police 说 好啦 反正现在就是 有人用自己的舌塞在客 然后说请 那大家有什么想法 这样子 然后我们不设定特定的部会 但是呢 我们承诺说 第一个是开放大的投稿 第二个是说 我们征求学界拿Police的资料 和Open Data去分析 那最后呢 这个议程 就是说我们会讨论的事情 限于所有的司机们 在Police上面 取得公式的那些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实际把所有人都抓来 开两个小时会 我们讨论的东西 就只有 而且只讨论 司机们 能够取得公式的东西 那 这个跟刚刚的王公曼九是一样的 刚刚是设在就是它 然后我们讨论只有 就是它那些东西 那为什么是这样讲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子讲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Uber找到台湾来 Uber在很多法治区域里面 是完全不管那个法治区域的 它就是开嘛 对不对 要有法官就罚 对 所以Uber到底怕什么 法国巴黎 直接把Uber办公室抄掉 它隔天APP继续领域 对它这边就不在法国 所以没有差 好 那然后呢 司机呢 这个上街 然后纵火烧轮胎 还砸 Uber设计车窗 保险公司里面 继续开 就是说 就是事实上 一个主权国家 能够对乌龟做的事情 真的很少 因为它只有一小部分是公司 它一大部分是一个 我们叫做MIM 一个心灵的病毒 就是说它是一个想法 一套想法 就是说 你车子闲着没事做 可以在这个街上开 然后赚钱 对不对 它的重点是这套想法 它是公司 只是一个 怎么讲 exception 就是说 它目前还是要找一家公司的地方 待着 所以它还是一家公司 所以它的公司 住车所在地 就是家族政府 可以用 用族群国家方式来对它 可是所有别的族群国家 对它完全没有办法 这是Uber的现况 所以Uber怕什么呢 到底 其实呢 很简单 就是如果所有的司机都不加入Uber Uber 就玩不下去 其实它是趟 这样穿 那 所以当我们把一开始的设定是说 比如我们是在邀全台北的司机 来 就是我有在营业的地方 全台北的司机 来讨论 我们是讨论司机的公司的时候 如果Uber不出现 那他们就会alienate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开会的时候 不出现那个人就会被塞最多的工作 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那所以 如果它不出现 那在所有的司机的公司面前 很难看的话 它说不定接下来就recruit不到司机了 这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因为要这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就说那我们的议程是由司机们来决定 然后那Uber看你要不要来 那果然我们一这样子设定 Uber就说那当然来 为什么不来 对 我们全圈主人到齐这样 那Uber在全世界都是挑战 就是 绿色是合法的城市 红色是不合法来继续开的地方 然后粉红色是 比较贵的那一部分合法 比较便宜的那一部分不合法 就像台湾 然后 那 在这个状态底下 那就是说 这是全球性的一种 epidemic 一种流行的性命的病毒 那我们 就是跟危机板科社群结合 做了一个时间表 这也是G0B的另外一个案子 fact.g0b.tw 政治 那我们就是让 进来TOPOLIS的司机们 用滑动的方式 就可以大致把Uber在台湾的时间表 看清楚 那因为是司机们 所以 同样的我们只 只要他们给我们一个黄灯的时间 没有啊 就不要一面看下一面TOPOLIS 但是总之呢 我们就约号 就是说所有的车队 然后大车队 然后以及 Independent Drivers 也许就是 同业工会 建设同业工会 然后以及所有相关的 这些利益关系人 还有Uber Block 跟Uber X 的LINE群组 都在同一天的同一小时 收到这个TOPOLIS的网址 那这个意思就是 他们上来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都是自己人 或都是敌人 一下子 就会有四五遍的声音都会进来 那 所以他们就同时 丁一声就收到这个网址 然后就看到一对司机用进来 开始投票 这样子 所以好比像说 一开始就是 孝琪老师的征点吧 Uber 到底是不是拍卖网站 那就有些人会同意 有些人会不同意 等等 那所以一瞬间 就飘到很多的参与者 那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其实只给九个问题 就是三个是定义参与者 三个是部会能够回应的 或者想到 应该说三个是部会想听到的 就是三个部会各自想听到的 就是财政部经济部账簿 以及他们能够回应的 这是一开始的九个 yes or no的问题 那接下来第四个开始 就完全是司机们自己写的 或乘客们自己写的 所以举例来讲 一开始的前三个问题是这样 这是乱数显示 就是说 我有用过会轨车 我有驾驶执照 跟我有职业驾照 那你用这三个做一下交查分析 就可以把所有开会轨车找出来 可是他不需要自证情罪 就是说 这大家可以理解吗 OK 好去继续 那接下来呢 这个每个部会有各自care的 好比上说 是不是要明确表示 将端解决 以及是否要接受多加排行 能够如何回应 交通部应该如何回应 财政部应该如何回应 以及经济部要如何回应 等等 OK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每个部会 我们去做survey 然后问说 如果你只能问自己一个问题 以及你真的只有care 一件事情 那分别各是什么 然后我们把它po在police上 那我就很快带过 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群组一跟群组一大概各办 然后这两边真是南园北撤 这个非常的分谎 群组一里面满个75的人说 这个交通部已经我回宿院了 台北市政府还不断数断点 客人直接下台 好 这是群组一样 想法 那群组二想法是 就算马路边有许多计程车 只要我不赶时间 我还是拿起手机叫5倍 我已经上瘾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两群人真的蛮不一样的 我想应该是完全没有重叠才对 好 那但是 我们说只有80% 才会被纳入映程 你乘一下这两个数字 就发现其实都20几%而已 对不对 2030%而已 28%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所以 就 都不够好 那大家都是在抗屁说 你要进入议程 所以你就必须要说服你的同一个群组 所以他们当群组一 到了第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 就说 好啦,其实不是专门针对Uber 交通部指发Uber 可能是交通部的问题 所有的摆排车都应该发 那这个时候 群组一的人就比较多人同意了 87大约75 那群组二就冒出有点点 是说 我们现在计程车都要靠航才能生存 可是呢,Uber一来呢 Uber Lift DT打车 随便什么 我们一个计程车就可以加入三加 四加 很多 像工会的力量实际上是加强的 那就出现在一种很有趣的论点 那群组外的里面 马上就达到一个很强的公式 但是你如果把它撑起来 还是不够好 还是没有到80% 对 所以实际上即使是餐还是不够好 它只是在那个群组里面 够好而已 但这个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一泡出来 群组外就赚了2%的人 也就是说 有2%的司机跳船 再看到这个 这个Sandyman之后 那大家无论如何 还是差不多无论 那到了大概第2周会结束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有共同感受 一开始的感受就是 我们叫做弱共识 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 大家不要默守成规 对啊 天是蓝的 雨是失落 玫瑰是红的 好的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好 那就是当然可以同意 可是这个至少有个作用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是可以取得同意的 对不对 那一旦也就是1% 大家就开始 开始抗屁 说能不能比就是1%高 好 那有啊 各达33大本 但是最重要还是安全第一 当然都可以同意 安全是真的蛮重要的 但是呢 到了第三个星期 就开始出现真正的 真正的 很高的公式 最高分是我们的摩兹战神 Ivan 他事实上本来根本不是做 共享情绩或共同法的 他就是Mozila 台湾 但是呢 他是完全远远也算法的角度来看 说 物贵最厉害的 不就是那个你可以打司机五颗星 司机也可以打乘客五颗星的那一套系统吗 那我们如果交通部 经济部 财政部有资源加起来 补助台湾所有的计程车 这样一套系统 那这样的话 你搭到LINE的计程车 你就可以直接投票了 你搭到LINE可以 你可以直接投票了 那台湾的计程车品质 其实就会变成跟湖北一样好 那我们就说 在台湾你要开计程车行 一定都要提供这种互相大增数的机制 这样的话 就 大家都不高兴了 那为什么双方都同意呢 因为从湖北的角度来看 湖北就会变成台湾第一家 这个 合法计程车行 然后从计程车司机的角度来看 这样子我可以把 OK 这个 所以两边司机都同意 达到了95%的赞成 那 这个一开始是说 他们就是非法 为什么我们还在坐下来跟他们谈 这个呢 一开始呢 甚至有接近一半的人是同意的 那但是从Ivan这个po出来之后 就开始这个接接下降 到最后一个人很快70% 对吧 这样就是 大家就开始觉得说 还是坐下来跟他们谈一下 所以最后呢 有超过80%的 而且真的能够翻译成罚令的 就有六项 第一个是说 应该对所有人的公平 不是保护特定纪的例子 不管是搭车还是无论 然后呢 物为有责任 就会有一个透明的缴税 然后呢 应该比较进行车 把单纸证执照 驾驶完整资讯 摆设在公共之处 交通运数 跟食品药品都是公共安全 比较严格接力 蛮合理的 我觉得 因为自用车载客应该登记 如果你要免税的话 那你应该是上下班两趟 这个中阶载的人可以免税 但是你如果要开始 这个一天跑50趟 那你想必不是真正是在做工程吗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还是交一点税比较好 然后呢 以及最后 如果以上都同意了 那乌柜真的合法了 我觉得现有机箱车司机 应该可以加入乌柜 乌柜也应该能够申请机箱车执照 那这还不错吧 这六个共识 是司机们真的可以同意的 那先给各位update一下 就是说 乌柜目前还没有合法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没有提出 属于学乎香港社会的交税 其他他们都同意了 那所以我们就公开了这个data 然后呢 假设 我们是假设 如果那两小时所有人坐下来 大家都同意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通过一部法令 那我们就是把那六个共识 每个都在别的国家法令里面 找到了这个相对应的条文 然后我们就这样复制帖式 什么方式 就是如果大家都同意着六个共识的话 那这六个共识 已经都分别翻译成别的国家的条文 所以我们明天就可以通过了 这样子 再把它翻译成别的 那所以在去年八月的利益关系的咨询会议里面 就是三个部会都来了 交通部嘛 专家学者嘛 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台北独立建策 同业公会嘛 台湾大车队伍会等等 很多人都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些 比方说保险 他说我荧幕上出现保险这个公式 我立刻就说对保险 我们当然有保险 之类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会说那 对线过几次 然后我们目前没有兑现过 然后贾本桥就说那 你是要飞到荷兰区 但是要飞到哪里去claim 就是那个保单到底怎么样 然后那个 同业公会还说 今天没有带来 但是他们的律师就说这个 好了我们会后就马上给 给Jeklyn看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算是有打勾 那 然后我也问交通过嘛 就是说共识这边是说 他们想要共同加入嘛 那 关于这个算不算进程式服务 你们到底有没有问过Uber 你们是有谈论过调查吗 还是你们只是字面上做全市 然后他们就很老实地说 对我们只是字面上做全市 我们没有做实行调查 我们愿意去赶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打勾了 然后台湾大车队是说 其实重点是说Uber有浮动计较 就是他可以收比较多的钱嘛 在减锋的时段 或者是说他跳表可以跳比较高 那交通过要不要考虑开房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我们就可以公平竞争 那交通过还真的说 我们会考虑 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正在推的方案 就是说 所谓高级机程车 或者是浮动计较机程车 这样子 然后呢 进行车同约工会 也是这样 其实重点是他们抽我们20% 然后我们这样子有钱 补贴不下去 如果他们支撑我们2% 我们明天就加入了 所以这个重点实际上是 钱贪不了 所以 anyway 然后 那但是呢 这里有一些重点 就是说关于缴税 不是说Uber说 我今天 这个月营业多少 我就交那么多 营业所的税就好了 那Jackson就是说 那很简单 就是必须跟你的现实政府透明 就是说你 你实际上 就有多少个right 每个right多少钱 然后加起来是多少 你不能只是自己 宣称说你有 这样子然后就去教学 这样是没有用的 那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呢 Uber就没有答应 然后他们就转移了话题 然后他们的公关Vicky 就说 没有啊 我们可以提供现实政府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好比像说即时的路况资料 或者是说大数据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 就是说 只有司机们的公式才是议程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说 那 就是你们以后自己跟现实政府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就是大家都 司机们都已经同意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 事实上他们这个是 最后是没有点讨论 那那所以 Uber目前还是就是 就是 用发钱当缴税用 那但是在这个状态底下 至少我们 没有看到太多的激烈冲突 或者没有烧鼻子的车 或者像之前那样包围交通铺 因为大家都很明确知道说 我们目前的状态在哪里 那因为时间关系 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 那所以Airbnb这边我就带过 但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Airbnb 巨细迷异的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发漏了我们对Uber去铺和讨论 他们知道他们就是第二个 然后呢 所以说呢 当我们要原应Airbnb的危机板科 当作政治的资料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很奇怪 感觉上是Airbnb 或至少跟他们很友善很知道的人 已经补上了大部分的事实资料 然后呢 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要危机板科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大概分成三群人到最后 然后我们问的也是一样 就是我是房东访客 我是旅馆的 我觉得明确定是不是重要 然后大家有那个住宿空间 然后台湾的旅馆民宿 然后责任写缴税跟出租添署 然后大概分成三组人 那这三组人证别 觉得是说 就是 你需要管得比较严 以及只要解决 就是一家 一个人有15个家 每个家都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在Airbnb上面 做了这个问题 然后以及 什么都不要管 即使刚刚那样子也OK 然后拍板也会踩到地雷 的这一排 所以大概分成三排 可是这三排呢 其实全部都是Airbnb的台湾用户 所以我们本来数字突然间变十倍 好 但是就是说 某个程度上面 我们本来已经形成蛮好的一个公式了 就是没有用过Airbnb的人的公式 那有用过Airbnb的人突然间来了这三组 所以Airbnb的人也发现说 不是用过他们的人都是持肯定的看法 也有人觉得应该要管得比较严 所以这四组我们至少做到兵力 当然主要的争点就是说 大家都很愿意开Airbnb 出国用Airbnb 但是呢 这个当台湾的访客呢 是没有保障的 因为他保险知道了 房东不到的访客 但是呢 这个概念是不错的 所以解决保险问题的话呢 我们是同意的 那同样我们也是 就是做了一些复制帖上的工作 好 那但是呢 我本来就是还觉得很忐忑 然后我前一天才去租了Airbnb 而且是 就是同一个人 有十五个一模一样的家的那种Airbnb 然后 那大概知道一下状况 那可是事实上来的时候 就发现说 Airbnb香港 Airbnb韩国 Airbnb日本都来了 然后呢 来了之后呢 我荧幕上也没秀出一个公式 他们就说 我们同意 我们做过功课了 那个我们会跟其他进行合作 我们会帮忙缴税 我们会在境外的 这个非美国的这个 这个住客保险 我们第一个使用 会在台湾首先开始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 就是说 反正荧幕上秀一个 他们就说 我们做过功课了 然后最后全部审议结束 他们就过来说 其实无人完全不看过了 然后我们很想要 这一套也在韩国退 因为在韩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好不容易说服的官员 什么都通过了 那你可能下一个 党派上来就 全部推翻掉 他们觉得像台湾这样子 就是你这样讨论过一次之后 换一个打来也 比较不容易推翻 这样子 所以他们还想要推广这个 追击发起 所以我们用Police的方法 一句话讲 就是把本来 那个能坎降到最低最低 就是你进来 只要按yes or no 但是当你按了yes or no 之后 你如果多一点点时间 不是只有五秒钟 不是只有一开始 张大春说那个五秒钟 你不是只有一个按赞的时间 你还可以做的是 把一些事实的连结 做分享 然后接下来提出问题 你会得到答案 然后呢 你还可以提出真正的论点 论点若赢得公式的话呢 它就变成生意的一部分 然后能够变成 就是agenda setting power 那这个东西就是 到最后就是鼓励大家 认真想过之后 再把意见提出来 好 那大概是这样子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有什么想法 建议 感受 请说 我觉得Police 是一个很方便去收集 收集意见 然后跟 很快的可以去 就比传统的话 就有效率 对 那我想说这些意见 如果最后要整整 变成政策的话 那 是不是要可能要提供一些 就是 因为有人会去灌水 就是 哇靠这意见就变得特别重要 对 那另外就是变成政策的过程 就是 会需要一些 一些LOG 就是基督器 那可能会要去 比如你Police 上一期考虑的意见 要不要去 承证其他 给那些政府管理 是要做的吗 对 其实Police 我们是会出成一个CSV 然后你看那个CSV 它就是一大堆 每一个是已经去识别化过 每个人去一个ID 那个ID也不会重用 但是就是 你对于每一个 你投过票的 有一个零或一或负一的 一个matrix 那就可以未经 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 general as linear equation 什么之类的 都去算 你可以去算说 它为什么这样投 之类的 那所以确实就是有很多 这都不能叫大数据 数据分析的老师们 就拿这个去做 就是公共行政的研究 这些 所以对我们在一开始 都必须要说 我们在其中每个step 的data都需要open 这个是最基本的 当然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实际上 整理成政策的时候 怎么样解决灌水的问题 灌水问题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有一大堆 皇军来 然后每个人都投一样的时候 它其实在那个画面上 只是一个点而已 它并没有浪费掉 大家的认知贫困 只是那个点 重叠了很多人上去 有没有 所以你真正要能够提出 新的多元的 说服跟你意见 不同的人的意见 你才会好好充结 然后你那个意见 才真的会变共同意见 所以就为什么在 网络卖酒的时候 我们把门砍涉到90% 就是因为说 可能真的有网群 可能真的有灌水 所以变成80% 20% 但你至少把那 20%的人也说服了 你的意见 才算多数意见 不该是这样 好 那如果 没有额外的问题 来 请说 请问这个 Holy 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 就是有没有期待说 他用在选举的时候 就是 让大家意见都 碰壞 就是 比较公开碰壞 然后 一句话就是 你可以说 他想要选哪 但是选谁 可是他没有明确指出 他想要选谁 这样 有 有 事实上后来有 有很多人拿类似的 这样子的东西去做 之前上一次选取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了 那 沃曹也有做那个 立委出任务嘛 对不对 那立委出任务是把立委 就是选连任的立委 他之前讲过的话 跟他在意的事情 做配对 那当然 第一任就是 之前没有当过立委的人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 用这样子的方式处理 那 后来 立委投票指南 也就是 Jimmy也念了一个专案 也有把就是 新人的证件 试着这样子拆开 但是实际上做到 像你刚刚讲的 拆成一条一条 点对点比较 那个是一个叫做 总统大选承诺一乱表 那那个是用 就是重包的方式 大家每个人把 就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把洪修处跟 蔡英文跟总书娱乐 拆开 然后一点一点的 这样子去做比较 本来是要做这个的 然后后来西装有个 就被换掉了 然后 然后写上来 那个什么都没有提 所以 所以后来 所以就做不下去 对 但是事实上是有 有这个技术 然后可能未来也会使用 谢谢 谢谢 好 那如果 没有什么 有有 请说 请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考虑把一些就是 就是 例如说 热门的新闻 一些社会上的争议事件 把它把它变成一个 即时的讨论 这种 这种打算 有啊 有啊 这个高先生 一天到晚才做这件事情 就是 像那个 随机上演事件的时候 他就开了一个 他每次挑那个点都非常的主 然后他就一直弄到这个 赞成Face跟反对Face的两边 都同意随机上演跟 因为真的直播了 那 那 稍微 打一下光 对 对 理论上 蔡玉琳正在直播 那 但是蔡玉琳上 上一个礼拜四是 阿苗 那阿苗 其实 讨论的是多元成家 那多元成家其实是三件事 而且非常的缩重复杂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做了来源包 然后 而且你一上来就会看到这种 我觉得同性恋是一种变态 很恶心 你到底同意 我不同意 对对对 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 那 然后 所以 确实是这种 发生重大爭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分成四 四组人 然后 但是 至少他们还是有共同可以同意的 就是 Travis 所说 我认为无论性向如何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最小的那个group 有一半的人 不同意 那就除此之外 差不多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 然后 或者是 这个大家其实都觉得 这跟地狱的关系没有很大 这样 然后婚姻应该是一个选项只有90% 但是大家其实并没有特别觉得很恶心 或者崩溅 民法既然容许单身受养 同性奔女实在没有道理禁止收养小孩 很意外的大部分人是同意这件事情的 即使是反对同性婚姻的这一派 意思是说我反对同性婚姻 但是如果你们有一天就是真的通过 那好吧 可以收养小孩 然后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他是多多少少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同意的 但是像这个就已经开始低于85%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很低了 所以确实像这种东西 他的在整个社会目前还没有共识可言 那但是至少Police可以如实的让上节目的 他不像说妙伟雅 看到说看他节目的人现在是这个状态 那你要讲的时候是在对这些人讲 我想至少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不好意思 咱们刚刚有提到说最后有共识或是大家都反对的 比例扣好 然后把主化才能进入最后的依然或谈论会 那这个比例是怎么样被决定 就是实际上没有反对的 大概是来证明 或者是有一些很明显的反对的 是 这个比例的决定方式是他必须要cover住所有的majority group 然后以及minority group都还要过半的那个比例 其实他是这样子在说 所以其实80%或85%或90%那个是口语上面在讲 那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人都真的分成左右两块 然后互相都不相信 看好一半一半 最糟的这种时候 那这种时候的门槛只需要75% 就是你一边都同意嘛 但另外一边过半同意嘛 这样子 那但是像在饭酒呢 平衡那边甚至90% 他就是因为80%而且那个80%很牢固 所以你就是要80%再加上另外的10% 这样子差不多是这样 那三四个群组的时候算法又不太一样 那后面的精神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可以用在那个国际译上面 像是有很多恐怖攻减 那也可以给那些就是恐怖笨子他们使用的 这样容易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动机 对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 我们到巴黎真的是很有认真讨论说 怎么样把那个卡布尔发到那个 就是那些DASH的ISIS那些人身上 这个让他们能够透过安全的虚拟使劲来 来参加关于他们的国际法治的生意 这个事实上是有发生过的 就是以前在南非就是还在种族隔离的时候 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 然后他们要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那个时候他们要用所谓的真相和和解 对不对 就是说你充分的讲述你做过什么坏事 那代价就是说你就不会被关 但是你要把坦白招来 那你要是没有坦白招来的话 那就大型词了 所以基本上是所谓转型正义的南非模式 那当时就是有一群做Facitation 就是做这种带领讨论的人 他们就是在决定要这样子做之前 先把所有黑人白人的各个 各房地义关系人 包含即将要变成战争罪犯 或什么罪犯的那些都纳入进来 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讨论他们叫做共事 去说南非如果要走下去的话 那我们必须取得大家的什么统一 然后是大家都统一了 最后南非才采取这个真相和和解的这个方式 所以前面有一个很像Police的这种 Open Space Technology 那同一批人在我记得好像是在阿根廷推的时候 哎不对 某一个南美国家推的时候 甚至还有其中某些方式从监狱打电话 到那个空间去参加 因为他当时在北关 可是他是那个邦派最重要的人 所以你要纳入他的意见 那也有当好像是就是独笑吧 就专门种就是专门卖出国的 他们的那个大宗出国品的 那他就还要匿名的传话的方式 去参加这种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就是在国际法治上他真的有成功过 那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跟 就是圣诞族之取的联络 对 我只觉得说这样子可以 就是多充分的了解国际需求 在社群里面的需求 然后在就是国家的需求 他进一步就是就变成社会需求 这样子 是 他刚刚是往这个方向 对 他这样子就就更容易这样子 是 我完全同意 这是为什么我们整天都在做这种事情 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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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那就先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过来 然后我们再次感谢 谢谢党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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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才我漏了一個問題 就是安森你問說 VTIM 到底需要多少次功能能量 在引進POLICE之前需要大概三個FORTIMES 在引進POLICE之後 就完全是大家用零碎的時間 隨便來不管不管這樣子 所以真的有引進跟沒有引進差很多 謝謝 謝謝 謝謝